或许还有别的可能 譬如只是被困在某处 或者身受重伤 潜藏在某地养伤 陆璇猜测道 是有那些可能 不过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我修为比薛元道友强上几分 又凭借一件秘宝 没有成为那头邪祟的首要目标 这才幸运躲过一截 黄炳秋语气沉重地说道 她语言不详 含糊其词 陆璇并不是绝对相信 能从堪比原音真君的邪祟手中逃脱 定然不像表面那般简单 但愿薛元道友大难不死 保住性命吧 她轻叹一声 一名结识许久的杰丹真人 很可能就此陨落 让陆璇唏嘘不已 两人交情颇深 薛元哲曾帮助过自己几个小忙 没想到说没就没 生死未卜 她心中庆幸 在之前婉拒薛元哲的盛情邀请 同时也更坚定狗 在洞府培育灵职的想法 秘境什么的 还是少探索为好 有着机缘宝物的同时 也面临着极大风险 哪怕她现在已经是杰丹境界 碰上黄炳秋口中的灾籍邪碎 估计也讨不到什么好 至于机缘宝物 我只管培育灵职 光团自有奖励 两人都是杰丹境界 心智强大 仅仅惋惜一会 黄炳秋开口问道 陆道友是否还需要原刺灵矿 我手中正好有一款 自然是需要的 不知能否让在下过目一下 陆璇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这可是涉及到六品原刺灵目 顺利生长的关键 送到嘴前了 怎么可能会放过 好 黄炳秋点头 一块脑袋大小的弹灰矿石 从储物袋里飞出 飘至陆璇面前 矿石缓缓旋转着 表面凹凸不平 临时聚集其上时 能察觉到无数游离不定的透明线条 一股莫名灵力散发出来 引得院子周围的金铁之物不断晃动 这便是原刺灵矿 陆璇绕有兴致地观察着弹灰矿 没错 可以用来炼制飞剑等法器 使得里面蕴藏一丝原刺灵力 或者能够用来辅助修炼相关原刺神通 不知黄道友出价多少 陆璇收回目光 微笑问道 这块原刺灵矿极为难得 我与几位道友费尽周折 才进入那处秘境深处 又冒着生命危险 才得到这么一小块 陆道友若是想要的话 十五万下品灵石如何 黄炳秋说道 十五万 黄道友 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陆璇轻笑一声 你这原刺灵矿最多五十来斤 而且看上去不太精纯 最多属于无品范畴 陆某没有说错吧 灵矿确实是从那座原刺灵山外围所得 里面静置太过强大 整座原刺灵山又融为一体 能得到这块已经是极为幸运 不过 想必陆道友也知道 原刺灵矿这类宝物极难寻得 不然道友也不会特意委托轩缘道友帮忙搜寻了 这样吧 我让一步 十四万下品灵石 道友觉得如何 陆璇自然不缺灵石 以这个价格买下灵矿 对他而言只是举手之劳 不过 有还价的余地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黄道友所说极是 但关键在于 你这原刺灵矿数量实在太少了 用来炼制飞剑法器的话 提升飞剑的威能实在有限 这样吧 一口价 十二万下品灵石 这个价格 对于道友手中的灵矿 假说已经溢价不少了 都足够我去买一件上等无品法器了 陆璇神色平静地说道 他有意隐瞒自己搜寻 原刺灵矿的真实意图 好让对方无法判断 灵矿对于自己的真正价值 黄炳秋陷入沉思 陆璇说的没错 他手中这块原刺灵矿 实在是太少了 又不够精纯 用来炼制法器的话 容错空间极小 好 那就十二万下品灵石 与陆道友你结个善缘 最终 他下定决心 点头同意 那就多谢黄道友了 这里是一千二百中品灵石 还请道友过目一下 得到心心念念的原刺灵矿 陆璇心中欢喜 将一小堆中品灵石 送到黄炳秋面前 没有问题 黄炳秋轻轻点头 神情满意 出手原刺灵矿后 他没有多做停留 向陆璇辞别离去 终于得到原刺灵矿了 那六品原刺灵墓 总算是有着落了 陆璇望着身前淡灰灵矿 不禁感慨道 当初还在天剑宗时 便得到那一罕见六品灵植 不过由于一直没有满足其培育条件 贸然种植的话 对灵植生长不利 他便一直放在掏虫囊里 借助这一空间宝物 维持着灵植生机 到今日 总算是可以着手培育了 至于十二万下品灵石 或许有些溢价 不过陆璇并不在意 反正 他现在日进斗金 灵石多的是 更不用说 等灵植成熟后 带来的丰厚光团奖励了 六品灵植开出的光团 他可是从凤凰墓那里领教过的 虽说培育时期不同 不过圆磁灵墓 要比同品阶的凤凰墓更加罕见 光团奖励只强不弱 这么一大块圆磁灵矿 应该可以将灵植培育成熟了 他将灵矿放在一块 核心区域的灵田内 不知一道简单静置 将一枚泛着金属光泽的怪异灵种 种入灵田里 释放出一道灵雨树 灵石聚集在灵种上 能够感知到灵矿上的透明线条 慢慢游入灵种当中 尽情地滋养着灵种 陆璇见此 满意离开 在灵田里四处巡视 仔细查看每一株的详细状态 又有一株邪异灵植成熟了 他站在一株灰白灵植面前 灵植表面附着一层厚厚煞气 顶端接触一个满是灰白纹路的怪异灵果 灵果内部 蕴藏的浓郁煞气 几乎要冲出果壁 让站在一旁的陆璇心中 不由自主起了凶煞念头 好强的煞气 陆璇按道一声 小心将灵果摘下 大带扫过有关灵果的信息 星神立马被灵植顶端 悄然浮现的白色光团所吸引 他伸手轻轻触碰光团表面 光团一如既往的无声碎裂 化为漫天细微光点 刹那间涌入陆悬体内 与此同时 脑海中一道念头闪过 收获五品煞原果一枚 获得六瓶宝物 阴煞瓶 念头闪过 一个灰白细锦瓶出现在他手中 瓶子表面有着许多凶兽纹路 各个凶神恶煞 里面有着浓郁的如同石质一般的煞气 煞气翻腾不休 临时探入其中时 阴冷煞气仿佛一道道滔天巨浪扑面来 让陆璇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临时从瓶子里面退出 星神凝聚在这个灰白细锦瓶上 顿时了解到有关他的详细信息 阴煞瓶 六瓶宝物 有结单修士 采集数百种凶兽体内的煞气 用特殊手段凝练成阴煞之气 宝瓶里的阴煞之气微能极强 能清洗肉身 乱人心神 若是将其全部倾倒出来 可以使一方地域沦为废地 炼化阴煞之气后 能自如控制 辅助修士修士 相应神通 六瓶宝物 陆璇心中满意 这五瓶的煞元果 倒是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还有这枚煞元果 服用后能够增强肉身 也算是珍惜宝物 他端向着手中煞气浓郁的灰白灵果 不过 灵果服下后 还会出现一种特异之处 修士身上会凝聚出强大煞气 虽然可以用来对敌 但也很难隐藏住 对于我这么一名普普通通的灵制师来说 满身煞气 未免太过显眼了些 当然还有更主要的一点 他肉身已经经过多次淬炼 现在更有六瓶的太岁肉 以及七瓶的琉璃赤凤骨 十克滋养 服下这煞元果后 提升效果有限 因此 他决定暂时收着这枚灵果 有合适机会的话 再交换灵种 或者直接出手 收获煞元果后 陆璇又回到了先前的灵制师生活模式 周而复始 很快半年过去 偶尔外出时 也只是去一下摘星楼 或者与附近结识的几名结丹真人 小聚一下 期间 灵天里众多灵制 长势良好 新种下的灵制中 四瓶的乌根木 与五瓶原羊木都变化不小 两株炼气类灵制 一株乌黑深沉 低调的静静生长 一株明亮如火 光明气息营绕左右 六瓶的原瓷灵木 一根小幼苗 幼苗长约三寸 呈半透明 周围区域里 充斥着一股特殊立场 灵力能无声无息 牵引陆璇腰间飞溅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 那唯一特殊灵制 孕育着疗骨某种的 邪羞黄岩洞 它在陆璇的友谊刺激下 早已心神迷乱 异化成一个不人不轨的存在 勉强保持住人形身躯 浑身血肉皆无 只有皱巴巴的皮囊耸拉着 凸显出里面的怪异海骨 再诞生一个邪义生命 陆璇心神凝聚其上 确认不会危及到自己后 便放心让它自由生长 时不时取出一些凶兽骸骨 任由它飞速吸收 半年内 成熟的灵植并不是很多 大多是一些低阶品种 兵营草 它留下二十株用来凝种 剩下的几株完全采摘 收获了二十余年修为 与两枚四品兵破完 两株五品建草 距离完全成熟 已经没有多长时间 从建草光团里 开出不少珍稀宝的陆璇 剑草暴有不小期待 剩下的雷暴莲 也开始成熟了 一块细微雷芒 四处游荡的林田内 八株银白莲花绽放开来 丝丝缕缕的雷气 沿着花瓣垂落下来 仿佛瀑布倾泻 声势浩大 当初除了从海楼商会 买的一枚雷暴莲林种 后面一起去探索 雷海那处药园时 陆璇还在里面 搜集到八枚林种 只是由于种植较晚的缘故 一直到现在才开始成熟 他小心谨慎地 将一株雷暴莲采摘下来 莲花上面的无数雷气 极为敏感 稍一次即便可能导致雷气暴动 必须得多加留意 摘下莲花后 他将里面的银白莲子取出来 收进储物袋中 植株顶端 悄然浮现一个白色光团 陆璇伸手轻轻触摸光团表面 刹那间 光团无声碎裂 漫天细微光点散落开来 又飞速凝结在一起 形成一道雷霆虚影 瞬间没入陆璇体内 脑海中一道念头一闪而过 收获四品雷暴莲一株 获得宝物 珠邪灵雷 念头闪过 一缕金黄灵雷 出现在陆璇身前 灵雷金黄耀眼 正大光明 似乎能够荡尽世间污秽之物 像是有着生命一般 围着陆璇不断游走 没有具体品鉴 陆璇脑海中闪过一丝疑惑 心神凝聚在那缕金黄灵雷上 瞬间了解到其详细信息 珠邪灵雷上等灵雷对于邪碎妖魔等尤为克制 唯一能视灵雷数量而定 若是足够多对于灾及邪碎 原因真君都能造成极大伤害 原来如此 也不知道一缕珠邪灵雷对于截单邪修 或者同阶邪碎能有着多大效果 陆璇心中想着 暂时将珠邪灵雷放入一个精美玉盒中 用俘虏封印着 继续采摘剩下的雷暴莲 漫天光点化为一部点击虚影 瞬间涌入它体内 收获四品雷暴莲一珠 获得宝物神霄真法 星号玉雷片 虚影消失的一刹那 陆璇脑海中浮现一道念头 紧接着 石海里出现洪流般的信息 它因此得知 神霄真法 之玉雷片 来自于上古宗门神霄门 乃其根本修炼法中的一部分 里面有着多种灵雷的详细介绍 以及采集 玉矢之法 能够帮助修饰更好的控制驾驭灵雷 充分发挥灵雷的力量 不愧是光团 瞌睡了 立马给我送枕头 陆璇了解脑海中的功法信息后 心中大喜 他刚刚还在为如何炼化 那缕珠邪灵雷而发愁 没想到紧接着从光团里 开出相应宝物 玉雷片 虽然不是具体修炼功法 更多的是一种手段秘书 可对于他而言 依然有着莫大用处 神雷 灵雷 大都刚猛霸道 极难控制 他先前进入雷海时 哪怕只是搜集最普通的灵雷 都要小心翼翼 免得引起零雷暴动 现在有了这玉雷片 这方面的窘境 就能得到很好解决了 他仔细体会着 出现在脑海中的信息 待消化吸收后 似乎在雷法上 敬营研究许多年 对于诸多零雷 有着细致如微的了解 如何搜集 如何炼化 如何御史 妙用无穷 习得这玉雷片后 再进入雷海的话 搜集零雷 就不必那般辛苦了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他先前进入雷海 搜寻零雷时 主要是看运气 现在多了一些巡雷手段后 效率定会提高不少 压缩零雷时 也是凭借自己强大零食 肉身简单处理 这种手段 在应付较低品贴的零雷时还好 若是碰上高阶零雷 那就可能会有爆炸 等多方面的风险了 收获四品雷暴帘一株 获得五品符露雷急顿符 他接着又采摘一株雷暴帘 细长光合涌入体内后 念头闪过 一枚银白符露出现在他身前 符露表面有着无数细弱发丝的细微雷霆 在缓缓游动 陆旋视线聚焦在上面时 雷霆游动速度陡然加快 肉眼难以捕捉 正是先前得到过的五品雷急顿符 采集天外煞雷炼制而成 激发后可施展出雷顿神通 转瞬之间远顿千里 接下来半个月里 剩下的五珠雷暴帘相继成熟 五个白色光团里 总计开出三缕珠邪灵雷 一枚五品雷急顿符 一个神霄真法星号玉雷篇的心得经验包 再次吸收一个玉雷篇经验包后 陆璇仿佛在雷霆中生活修行多年 对于世间灵雷 神雷了如指掌 控制 欲使灵雷的能力强了许多 他站在灵田里 心念一动 一道拇指粗细的金黄雷霆 从体内电射而出 围绕着他急速飞舞 在空中形成道道残意 雷霆时而一分为四 实而巧妙融合 仿佛有着生命一般 划出各种玄奥轨迹 四缕珠邪灵雷 对付一般的结单前期邪修 或者同阶邪碎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 还是可以尽可能地多搜集一些 若是有数百上千道珠邪灵雷 恐怕原因境界的邪修 也要避其锋芒 陆璇决定 再去搜集一些雷暴莲灵种 多积攒一些珠邪灵雷 雷暴莲光团开出的奖励 都深得他心 莲子本身也是饲养雷鼠灵兽 辅助修炼雷鼠功法神通的上等宝物 因而可以多种一些 要想得到雷暴莲灵种 比较靠谱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进入雷海那处药园 多花些时间去搜寻灵种 顺便看下那个雷鬼公 另外一个 则是借助海楼商会的力量 商会本身可能有着不少灵种 还能让他们帮忙搜集 只靠自己的话 很难去找来大量雷暴莲灵种了 陆璇在心中暗暗想到 他身形如同流光闪过 在山脚找到正在玩闹的雷龙吼右兽 银白雷芒中 右兽似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不时化作一道白光左右穿梭 胖鸟在远处极为悠闲地 梳理着自己淡清语义 来来来 给你吃点好东西 陆璇向右兽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右兽先是下意识地避开陆璇视线 几个呼吸后 又从他身后钻出 陆璇一把抓住他脑袋上的银白尖角 取出一粒雷暴帘帘子 感知到眼前这小东西内 蕴藏的精纯雷灵气息 右兽双眼不由的一亮 一道银白雷光吐出 将雷暴帘帘子射入口中 刚扶下不久 雷龙吼右兽身躯 便涌现出大量银白光芒 光芒极为耀眼 将它身躯彻底盖住 周围细微雷芒汹涌袭来 道道雷声响起 雷光如同银蛇乱舞 声势惊人 片刻后 银白光芒逐渐消失 露出里面雷龙吼右兽的身影 与扶下帘子前相比 此刻他精神活跃 动作说不出的轻松 浑身银白毛发 油光水滑 气息也上涨一截 他也清楚 雷暴帘帘子对于自己生长 有着极大弊异 瞬间扑到陆旋脚下 用那银白尖脚 不识妈撒着陆旋小腿 还想再尝一练 陆旋感受到他传递过来的念头 诧意问道 连续服用帘子 对于雷龙吼效果不是很好 但陆旋手中帘子多的是 自然满足这一无品 一种灵兽的小小要求 他当即取出一粒雷暴帘帘子 送至右兽面前 可让他大感意外的是 雷龙吼右兽 并没有第一时间 扶下这粒对他避意极大的银白帘子 而是叼着帘子 蹦蹦跳跳地来到胖鸟身前 胖鸟圆溜溜小眼睛 疑惑地望着雷龙吼右兽 右兽则不停地抬起脑袋 是一胖鸟吃下帘子 胖鸟感受到银白帘子里面的雷电气息 神情犹豫 特别好吃 快点快点 陆旋心神感知中 右兽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见胖鸟还在犹豫 干脆将帘子送入封损口中 糟了 陆旋心中暗道一声糟糕 身形一闪 来到胖鸟身前 果不其然 胖鸟淡青羽衣上浮现丝丝屡屡雷霆 雷霆乍响 将它浑身羽毛炸得一片焦黑 隐隐传来一股狐味 哈哈 陆旋忍不住大笑 你可真是胖鸟的好蛋 他望着一旁不知所措的银白雷龙吼 感慨一句 随即将轻木元气注入胖鸟体内 很快就将它身躯受损的部位恢复如初 巡视临天过后 陆旋回到院子里 进入一间近视 近视中间摆放着一个淡青玉球 玉球微微收缩膨胀 似乎里面有着生命在呼吸一般 他来到玉球前 丹田里的淡青光团加速旋转 大量轻木元气涌入玉球内 被里面的青月灵胚胎放肆吸收 咔嚓一声响 淡青玉球表面出现一丝细长裂缝 终于要孵化出来了 陆旋心中大喜 随即注入轻木元气的速度 再次加快几分 裂缝不断蔓延 十多个呼吸后便不满玉球 咔嚓声响越来越大 最终 整个玉球遂为一滴玉片 露出里面一头双眼紧闭的淡青右兽 右兽浑身湿漉漉的努力睁开眼睛 似乎知道是谁将它孵化出来 朝着陆旋嘀吼一声 声音中满是依赖与亲密 随后 他慢慢起身 伸出爪子 一把拦住几块破碎玉片 一口吞下 吞下玉片后 他身躯轻光流转 显露出本来面貌 与射鹿有着几分相似 羊头龙尾狼蹄 小小一只便出现 争容 威严十足 六瓶一种妖兽清月灵 终于孵化出来 不容易啊 陆旋望着幼兽不禁感慨 历时一年多 喂养了不知多少青木元气 消耗了大量那灵草猪 终于将陷入沉眠的他 成功孵化 他心神凝聚在眼前 兼具威严与可爱的幼兽身上 清月灵 六品一种妖兽 蕴藏着上古异兽麒麟的 稀薄血脉 力大无穷 成长过程中 会逐渐掌握麒麟一族的 天赋神通 不洗血肉 洗食生机 浓郁的草木矿石等 还是个素食主义者 陆旋轻笑一声 从储物袋里取出几枚冰火灵果 丢在清月灵幼兽面前 但清幼兽把脑袋伸过来 嗅了嗅 随即一口吞下 感受着灵果的美味 与蔓延开来的纯净灵力 一脸满足地趴在地面上 洞府里面的灵质灵兽 越来越多了 当初觉得挺大的面积 现在看来有点不够了 陆旋临时扫过整个洞府 心中感慨道 进入雷火星洞这些年里 它又搜集到大量灵种 灵兽也多了几只 越来越多的灵质灵兽 显得洞府越发臃肿 灵田里四处种植着各类灵质 高品阶的灵质 根系本就极为发达 加上对于灵气灵壤的要求极高 又有着不同特异之处 因此需要将其互相隔开 对于灵兽而言就更不用说了 洞府虽然不小 可出去灵田后 灵兽活动范围就极为有限了 尤其是速度型的踏云舍利 离火焦 胖鸟风笋等 几个呼吸就能绕着洞府走一圈 完全无法发挥其速度的优势 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再去找一处洞府 甚至秘境的 它心中想着 对于目前的它来说 当初租下雷火星洞这处洞府时的窘迫 已经不再可能出现 灵食完全不是问题 只需考虑灵质安全方面 最好是找到一处 适合协议灵质生长的洞府 阴间灵田区域面积有限 又有着与普通灵质截然不同的生长方式 能够隔开自然是极好的 位置也得选好 距离雷火星洞不能太远 不能影响培育 以及最重要的收获光团 我记得十八星洞里 有两个聚集着大量协修 分别是欢喜星洞与风渊星洞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考察一下 传闻欢喜星洞里 可以享受世间极乐 必须得批判批判 陆璇脑海中念头闪过 当然 目前来说 这只是它的一个想法 并不是十分迫切 以它结单前期境界 再找一处洞府的话 不好完全保障洞府的安全 加上分身乏术 不一定能兼顾好两处洞府 清月灵诞生后 洞府接下来一段时日里 平静如水 没有丝毫波澜 陆璇却甘之如疑 在得知轩辕者 即可能陨落的消息后 他更加清楚 目前这种生活的可贵 不必冒着风险 安心待在洞府里 就能得到寻常人 求之不得的机缘宝物 日子过得再简单平静 都能接受 他正在培育临职时 突然抬起手掌 掌心处 一道明显粗上几分的裂缝 不断凸起 一只灰白眼瞳 从裂缝里钻出 呈现给陆璇虚空眼目 所观察到的景象 虚空眼目是察觉到什么 陆璇心中疑惑 紧紧盯着那颗灰白眼瞳 无尽雷芒中 虚空眼目静静待在虚空中 淡漠地注视着十多里开外 几个呼吸后 恐怖灵牙如同海浪涌来 一条十多丈长的墨绿赤龙 出现在远处 赤龙头顶 隐约可以看到 站着一名气度非凡的中年修士 修士身穿藏青道袍 衣美飘飘 自有一股特殊道运 在深遭萦绕 嗯 修士轻易一声 目光如炬 强大灵石 很快锁定高空上的灰白眼瞳 虚空眼目当机立断 涌出大量灰白雾气 雾气中掺杂着各种患兽虚影 眼瞳瞬间进入虚空之中 原因真君 陆旋猛地闭上手心里的裂缝 心中掀起滔天巨浪 这还是虚空眼目第一次 被修士察觉到踪迹 他本是一件无品空间秘宝 行踪诡秘 可藏匿在虚空之中 侦察能力极强 陆旋使用的颇为频繁 能够如此轻易地发现 这么一件无品空间宝物 那名中年道人的修为不言而喻 不知那名原因真君 是什么来路 是雷火心动的新主 还是从外面特意进来 陆旋心中猜测着 十八心动有十八心主 是心动的幕后掌管者 陆旋先前结识的齐无恒 只是代为管理心动的心事 管他什么来历 只要不影响 我种田便可 看他架势 应该只是路过 虚空眼目只是正常侦察 没有掺杂任何敌意 应该不会特意追究 再者 也不大可能发现 虚空眼目是我所有 因此不必太过担心 后面多加谨慎就行了 他心中暗暗想到 又有原因真君路过 三日后 虽然已经将虚空眼目收回 但陆旋还是察觉到 一道恐怖气息 在雷火心动里一闪而过 消失在前往雷海的方向 雷海里面究竟出现什么 竟然引得不止一名 原因真君前往 他明面上 发现的原因真君 就有两人 更不用说 还有别的低调 潜入雷火心动的原因修饰了 不过 无论是什么 都与我没有关系 我安心 待在洞府里即可 他深深呼吸一口气 决定这段时间身居检出 去摘星楼 多往后拖延一段时间再说 这日 他正在逗弄灵兽时 一个青黑小鸟傀儡 出现在洞府外面 齐无恒星矢的传讯 陆旋临时扫过 立刻认出 小鸟傀儡的来历 正是雷火心动星 使齐无恒 他将阵法 开启出一刀裂痕 灵时抓住小鸟傀儡 瞬间拖进洞府 灵力激发后 傀儡里面传来齐无恒 熟悉声音 陆道友 别来无恙 近日雷火心动不怎么太平 有几名原音真君潜入进来 深入雷海 其中甚至包括 黎阳道宗的道人 在下特意告知道友一声 近段时间尽量低调 免得惹恼原音大能 招来祸患 不过也不必太过担心 新竹已经过来 镇守雷火心动 那些外来者原音修事 还是要给他 以及天心动一个面子的 话不多说 陆道友多多留心 原来如此 陆璇轻轻点头 往小鸟傀儡里面 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对齐无恒的善意提醒 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齐无恒传递给陆璇的讯息中 并没有详细透露出 有关雷海秘境的信息 有可能是秘境太过重要 哪怕是他雷火心动 新史的身份也并不知情 或者涉及到不少机密 特意在陆璇面前隐藏 亦或是考虑到 陆璇只是结单前期修为 知道越多 反而越不好 但不管出于各种理由 能特意提醒一下 已经颇为不错 陆璇内心中只有感激 他也清楚 无论秘境何等神秘 无非是一些机缘宝物 可以从光团获取奖励的他 并不眼红 只是进入雷火心动的高阶修饰 比往常多了一些 并不用太过担心 租客附下大量零食 租住在雷火心动里 天心动为了自身名誉 定然会负责他们的安全 再者 天心动本身是黎阳静第二大势力 仅在黎阳道宗之下 寻常原因修饰 并不会去得罪这个庞然大物 至于实力远强于天心动的黎阳道宗 毕竟是名门正宗 也不会贸然与天心动撕破脸皮 这样看来 自己目前处境还是比较安全的 陆璇心中想着 璇着的心放了下来 他安心待在洞府里培育灵直 并不理会外界的风起云涌 暗潮涌动 同时 也能明显感觉到 雷火心动的防护力度 一下提升了几个级别 巡查小队中 甚至有着两名结单修饰 经过陆璇洞府附近时 他还特意送去灵果灵江 顺道打听一下 雷火心动的安全问题 从他们口中得知 有不少修饰 混入雷火心动里 不过主要目的 都在雷火深处的秘境 偶尔会有一两场争斗截掠 也都在可控范围内 这让陆璇心中安定不守 五品阵法一开 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灵天里 陆璇站在一株株兵营草前 小心翼翼地 将凝结出来的灵种 从灵草里取出 细长灵种成湛蓝色 表面有着淡淡极寒蓝芒 时影时现 握在手中如同一块冰寒小石 它特意留下20株冰营草 用来凝结灵种 总计凝结出将近100枚 等下一批冰营草成熟 就不用太过考虑 灵种数量不够的因素了 可以放心大胆地采摘灵草 收获修为奖励 100枚三品灵种 基本能够让陆璇做到 一边收获修为 一边凝结足够灵种 如此循环下去 冰营草足够的话 差不多种植一两梯 就能突破到结单中期了 到那时 自保之力能相应提升许多 陆璇心中暗暗想着 还是修为不够强 宝物不够多呀 不然就不必如此提心吊胆了 光团 你就不能再努努力吗 他望着漫山遍野的各个品阶 都有的灵植 恨铁不成钢 如此念头一闪而过 他对待灵植 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生怕没有照料培育好 影响光团开出奖励的丰厚程度 陆道友 可在洞府 叶某过来拜访一下道友 这日 他正在灵田里 查看灵植状态时 洞府外面 响起一声冷冽女声 陆璇脑海中 浮现一名银发女修 女修名为叶璇迎 曾前来庆贺她 晋升杰丹 也一同去黑水星洞 给行昆星矢拜授 算是有着一定交情 原来是叶道友 陆某有失远迎 陆璇赶紧迎了出去 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异常后 将银发女修迎入洞府 两人来到院子里 陆璇端上灵果灵酿 陆道友 可知最近雷火星洞里的动向 叶玄银引下一口玉洗灵路 直入主题 略知一二 只知道有不少高阶修士 甚至原音真君 潜入雷海深处 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 陆璇如实回答 我打听了一番 了解到与一处秘境有关 那处秘境名为雷击洞 相传为一名古修士的遗迹 一直藏在雷海深处 因缘巧合下 近日才显露出来 据说那名古修士在世时 闻名修真界 有着原音后期修为 他所遗留的洞府 自然有着不少好东西 因而吸引到不少原音真君潜入其中 叶玄银沉声说道 原来如此 多谢叶道友不令告知 陆璇点了点头 向银发女修表示感激 此等机缘 世间罕见 陆道友可愿去探索一二 叶玄银眼神灵力 望着远处天际 向陆璇问道 有这么多原音真君 叶道友有信心 从他们手中 争得机缘宝物 陆璇苦笑一声 反问道 除了陆道友外 在下还另外邀请了几名道友 联手之下 也算是一股强大力量 再者 那处遗迹境刚刚现世 尽致繁多 哪怕是原音真君 也只是在外面探索 无暇顾及他人 此刻正是我们浑水摸鱼 以小博大的最好机会 若是错过 后面再想从他们手中争夺 那就难如登天了 叶玄银神情肃然地说道 叶道友所说 确实有几分道理 不过 十分抱歉 陆某对于自己实力 有着自知之明 倘若进入秘境 只有一线可能从原音真君 以及众多结单修士 征得宝物 远远低于所冒风险 稍有不慎 还会陨落其中 生死盗消 陆璇沉阴片刻 最终还是选择拒绝 也罢 人各有志 那就不勉强陆道友你 虽然知道陆璇生性谨慎 但叶玄银为了尽可能的凝聚更多力量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前来询问 见陆璇心意已决 便有了离开的想法 叶道友且慢 陆璇出生阻止 陆道友还有何指教 叶玄银转头 神情疑惑地问道 叶道友 陆某为了小命着想 不愿冒险去雷海深处秘境 但对于秘境里的宝物 又有几分兴趣 道友若是从里面得到高阶灵种 或者灵兽胚胎 灵值相关宝物等 可以过来陆某洞府 愿高价收购 陆璇微笑着说道 叶玄银挣了挣 没想到陆璇提出了这么个古怪请求 宁可高价收购秘境流传出来的灵种 也不愿进入秘境中 亲自争夺机缘宝物 好 我答应陆道友你 不过不敢保证什么 多谢叶道友了 陆璇拱了拱手 只要灵食足够多 那完全可以从进入秘境的修士手中 砸得高阶灵种等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参与感了 陆道友此法 确实有几分可行之处 不过 不是每名修士 愿意将争夺的宝物拱手让人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 另外 花费的灵食也会多了许多 不太划算 叶玄银冷静分析道 没办法 在下实在是太过喜爱灵直了 一心只想重遍修行界所有灵直 哪怕付出再大代价 也心甘情愿 陆璇眼中浮现一丝痴迷之色 至于灵食 倒不是什么问题 陆某经营在灵直一到数十年之久 对于自身灵直水平 还是有着几分信心 这些年里 积攒了些许身家 为自己心爱之物 付出的灵食多一些 也不是不能接受 陆璇笑眯眯地说道 他作为一名行业顶尖的灵直师 虽说荒废修行 不善斗法 但身家雄厚一点 也还算合理吧 好 那我就多帮路道友你留意一下 叶璇银点头说道 随即满头银发上雷芒涌现 化为一道白光 消失于天际 又多了一种 获取高阶灵种的渠道 直接从探索秘境后 成功归来的修饰中够得 若是能拿来心仪灵种 价格高一点也能接受 反正有光团在 我赚的只会更多 若是意外死在秘境中 那只能说声 阁下与我手中灵食 无缘了 陆璇倾笑一声 感叹道 他回到屋内 远远便能嗅到一股浓郁香气 圆魔酒应该酿制得差不多了 这可是头一遭 酿制无品级别的灵酿 不知效果如何 他来到乘着圆魔酒的容器前 静静望着 灵酿金黄 香气浓郁 还未饮下 便有了微醺之意 闻之让人血气翻涌 可见尽力之强 陆璇暗暗吞了口口水 继续巡视灵田 查看每一株灵质 这日 他将所有灵质悉心照料后 决定去一趟欢喜心动 迷嫌陶成熟几次之后 他手中积攒的迷玉丹 迷鹰珠等阴阳荷欢类宝物 已经越来越多 全部放在杂货铺里的话 太过显眼 不是很适合 目前杂货铺里 数量最多的宝物 当属养剑葫芦 与助鸡丹 一个属于灵质施行当 另一个则是涉及到炼丹方面 陆璇虽然没有暴露出 他在炼制助鸡丹上的宗师水平 但也展示出不俗水准 除了处理这地宝物外 他还打算去欢喜心动 好好考察一番 看能否寻找一处洞府 用来培育协议临职 放着好好的秘境不去 反过来去寻求欢喜 嘿嘿 他打开两大防护阵法 嘱咐草傀儡 好好看住洞府 借助千娼鬼面 改变身形容貌 化作一名寿削中年 潜入欢喜心动中 刚一进入 便能感受到 这处心动的繁华奢靡 高楼灵刺至笔 极尽奢华 纸醉精迷 修饰人来人往 有着各类异域少男少女相伴 不少修饰面色苍白 可却显露出一副极为亢奋的神情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令人迷醉的香气 哪怕是修饰 享乐的也占了绝大多数 与欢喜心动相比 我在雷火心动那里的洞府 说得上是荒郊野外了 陆璇心中感慨一声 轻轻摇了摇头 前辈如何称呼 可是头一次来到欢喜心动 晚辈愿为前辈笑全马之劳 让前辈充分了解欢喜心动 一名长相清秀的青年 悄然走到他身前 眼神机敏伶俐 在下姓黄 确实是第一次进入欢喜心动 你前面带路 若是让我满意的话 少不了你的酬劳 陆璇淡淡点头 此刻的他 容貌完全改变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 特意将修为压制在助击中期 在来往修饰当中 依旧属于前列 而那清秀青年 则是练气圆满境界 以他现在年纪来说 也算不错 是 黄前辈 前辈称呼我一生 小何即可 青年文言 面露惊喜之色 这里是万灵石斧 是欢喜心动里面 一个最有名的用膳之地 万灵石斧 号称有修行界最齐全 最美味的食谱 无论是灵质灵寿 还是邪碎 都在这里能品尝到 只要灵食足够 甚至还能尝到七品妖兽 或者玉外妖魔的血肉 既美味可口的同时 还能滋补肉身 带来诸多避意 清秀青年指着左侧 一座高楼说道 高楼窗户外面 挂着一张张处理好的兽皮 里面传来一股 混合着许多妖兽灵力的香气 闻之食指大动 胃口大开 这里是最先楼 相传掌握着上百种 修行界灵酿零酒配方 前辈若是平时 有小酌一杯的兴趣 可以去里面尝试一下 青年滔滔不绝地 向陆璇介绍着 所看到的各种事物 总而言之 欢喜心动称得上 黎阳金最大的肖金窟 能够保证 让所有进入心动的修饰 诚信而来 满意而归 里面有着无数种享乐方式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刚刚跟前辈说的 还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隐藏在暗处 必须得有人引路 才得以亏气全貌 陆璇文言 脚步一顿 哦 还请详细说说 除了类似万灵石斧 最先楼这些 欢喜心动里面 还有着不少特殊场所 有适合修饰赌斗的地方 赌法千奇百怪 赌场对于修饰灵石 肉身等 有诸多限制 赌注有法器 俘虏甚至生命等 也有能享用到 特殊灵丹的地方 灵丹往往有 某些特殊灵药炼制而成 服下后 能够针对修饰神魂心智 让其有种醉生梦死 飘飘欲仙之感 当然 欢喜欢喜 最有名的 自然是阴阳和欢之术了 欢喜心动里面 聚集着无数妙人 魔门圣女 正道仙子 拥有各种形态特征的妖族少女 甚至还有御外妖魔等 许多和欢宝楼 还掌握着独门 秘书 能让无数修饰沉沦其中 不可自拔 青年不知想到什么 暗暗吞了吞口水 神情中满是期待 前辈想去哪里享受享受 晚辈对方圆数百里 算得上了如指掌 他想到自己目前身份 神色一正 向陆璇问道 黄某与笃独不共戴天 陆璇神情自若地说道 了解 这就带前辈去附近几处 最有名的勾篮之地看看 清秀青年赶紧点头 眉梢忍不住翘了翘 露出一副了然神情 两人一前一后 在街道中穿梭片刻 来到一座高大庭院前 整个庭院有粉白雾气笼罩着 隐隐传来迷你私足之声 不时还有少女玩耳动听的欢笑声 让人忍不住想要进入一探究竟 加入其中 黄前辈 这里是常乐馆 在欢喜心动中极为有名 的风月场所 据说啊 里面的女修最为销魂 一个个的让修士们行销鼓励 魂不守舍 前辈若是想要进去 与他们大战几百回合 最好是提前做好准备 备好弥补气血的灵丹灵药 青年指着前面庭院 笑得极为猥琐 这你不必担心 我自由考量 陆璇面带微笑 心念一动 一枚中品零食出现在身前 一路过来 青年介绍了许多 关于欢喜心动的详细情况 对于初次进入的他来说 省去不少功夫 值得用一枚中品零食筹械 好了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枚中品零食 便作为你的酬劳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青年平时赚的 就是一点带路 以及信息费用 难得碰到如陆璇这般大方的修士 连忙郑重表示感激 后会有期 陆璇淡淡留下一句 独自进入常乐馆中 前辈 刚一进入 便有几名风情歌异的少女 迎了上来 不约而同地向陆璇招呼道 陆璇眼神 扫过他们薄薄杀一下 若隐若现的美妙动体 体内气息悄然上涨 他过来常乐馆 主要为了做生意 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 修为便是他的依仗 能够以相对平等的方式 去与这一欢喜心动名气 最大的风月场所交流 迷玉丹 极乐心惊 等如此之多四品宝物 若是没有杰丹修为 恐怕震不住场面 都给奴家下去 这位可是杰丹真人 别一副毛毛躁躁的样子 让杰丹前辈看笑话 果然 他显露真实修为后几个呼吸 便有一股浓郁香风扑鼻而来 紧接着 一名凹凸有志 五官精致的艳丽少妇 狂狂而来 雪白玉卒轻轻 点在地面三寸高处 行走间 披在肩上的粉红沙衣 无风自动 内里风鸾息骨惊鸿一瞥 美不胜收 这位道友有些陌生 不知如何称呼 奴家丁念 常乐馆馆主 称我一声念念即可 少妇声音听上去软如柔和 让人情不自禁 沉醉于其中 在下姓黄 见过丁道友 陆璇拱手说道 眼前女修虽然姿态极低 她却不敢有丝毫小觑 临时探查中 女修修为境界不在她之下 同为杰丹修士 原来是黄狼 黄狼可是头一次进入常乐馆 需要奴家来伺候吗 少妇上前几步 白玉偶臂轻轻落在陆璇肩膀上 吐气如蓝 陆璇神情自若 后退两步 丁道友 我过来 常乐馆并不是为了寻欢作乐 而是想与道友做笔大生意 他沉声说道 黄道友这就太过客气了 你来常乐馆 不就是跟我们做一笔大生意 艳丽少妇痴痴笑着 眼波流转 视线隐晦扫过陆璇腰间 不瞒丁道友 我偶然得到一些阴阳和欢宝物 都尤为适合桂馆女修 道友可愿看看 陆璇神情肃然地说道 丝毫没有理会艳丽少妇的调戏 那黄道友这边请 丁念健壮 表情顿时收敛许多 将陆璇带入一间极具情调的房间 房间里面四处有粉红青纱垂落下来 里面有着一张面积极为宽广的软床 床头燃烧着一根粉白线香 铝与香气秒秒上升 给房间增添几分暧昧气息 黄道友 不知你要出售的究竟是何等宝物 丁念半躺在软床上 雪白大腿不自觉地抹扎着 看上去紧致而有极具弹性 四品谜育丹 服用后可激发内心最深处的欲念 催发情欲 放大快感 是修炼阴阳和欢之道的绝佳宝物 一枚表面有着许多淡红灵纹的粉红丹药 出现在女修面前 灵纹缓缓游动 像是形成一具具凹凸有致的妙慢身躯 四品宝物极乐心惊 可引动其中竖法 施展出情欲幻术 同样极具催情效果 四品宝物 迷阴珠 在欲念刺激下 能释放出记录其中的无数银声浪语 同样有极强助情之效 一张浅黄玉帛 一颗蕴藏着几丝粉红烟气的透明珠子 出现在艳丽少妇面前 迷玉丹 极乐心惊 迷阴珠 确实都是不可多得的阴阳和欢宝物 不知道有手中有多少 迷玉丹数量最多 有20枚 极乐心惊有6份 迷阴珠有8颗 陆璇说出自己手中拥有的一部分数量 竟有如此之多 黄道友该不会是什么 旁门左道修士吧 母家啪啪 艳丽少妇 手指掩住嘴唇 轻笑道 眼中闪过一丝极其隐晦的亚裔之色 他没想到 眼前这名长相普通的杰丹修士 竟然能一下拿出如此之多的和欢宝物 这要是放在欢喜心动一些中小型的勾兰之地 恐怕翻第三尺都无法凑齐 丁道友若是有益的话 不如开个价 陆璇微笑问道 道友手中宝物我都要了 迷玉单每枚8000下品零食 迷阴珠每颗11000下品零食 至于极乐心惊 价值最为贵重 每份15000下品零食如何 艳丽少妇不假思索地说道 可以 陆璇装作考虑一下 答应道 不愧是欢喜心动最大消惊窟 花起零食来如同流水一般 这价格要比他在杂货铺里售出的趾高不低 又是大批量售出 他自然无法拒绝 这是3380枚中品零食 还请道友过目一下 一堆灵光流转的零食飘至陆璇面前 没有问题 陆璇零食扫过 确认数量无误 已经没有任何异常后 将所有零食收入储物袋中 黄道友 不如在这里歇息两日 好好放松放松 丁道友 陆璇正要开口 丁面手指贴住他嘴唇 脸颊飞出两朵红玉 粉红沙衣不断吞下 郎君 留个种给奴家吧 嗯 就在这时 陆璇腰间感受到 有细长之物不断轻轻点着 身形变小 藏在身上的妖鬼藤 向他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腹内有血种 这长乐管管主体内 居然有灵种 陆璇表面不露声色 心中悚然一惊 他培育的灵种数量不知反击 养在体内的 却只有一种 便是种在那名 暴露自己位置的 邪修体内的疗骨魔种 没想到 却在这欢喜心动的 长乐管里 又见到一枚 妖鬼藤对于灵种气息 极为敏感 曾经帮助陆璇 找到许多灵种 陆璇对他格外信任 腹内 阴阳和欢 难道那枚灵种 与财部有关 他心中念头极转 考虑着如何应对 艳丽少傅的要求 作为一名灵职师 他对于藏在 女修体内的 邪义灵种 自然极具兴趣 甚至想要搜集到 对方是一名 结单修士 或许能够轻易灭杀 可若想无声无息地 将他体内灵种取出 那可谓是难如登天 而且 能够养在 结单真人体内的灵种 品质绝不会低于六品 甚至七品的可能性 也不小 结单修士体内的 取不出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筑基修士 若是他们体内也有的话 陆璇心中有了决断 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转头向丁念说道 丁道友身为常乐馆馆主 黄某无福消瘦 还是换个境界低一点的过来吧 那让一名筑基 圆满修为的 好好伺候道友 丁念轻笑着说道 一个少了 三个吧 陆璇笑眯眯地说道 既然有着准备 薅一下灵种的打算 那就干脆搞把大的 道友厉害 母家这就给道友你安排好 翻云覆雨 正直憨处 陆璇仿佛已经沉沦于 无穷无尽欲念中 实际却体内灵力不断运转 石海深处的运神铁 散发着微弱白光 保持心神清明 他所修炼的 玄天轻微妙法 万邪不清 极为克制妖魔邪碎类功法宝物 运神铁 可保神志清明 在如约欲念中超然物外 来了 他从三名女修包宫内 察觉到一股淡淡殷气出现 殷气仿佛察觉到陆璇原阳 随同潺潺流水 缓缓靠近 陆璇心念一动 三名助击圆满女修 眼前出现一枚灰白眼瞳 幻象重重 在虚空眼目的迷惑下 瞬间陷入昏迷 没想到有朝一日 还有如此取种方式 他在妖鬼疼的提示下 将藏在三名女修腹内的灵种 挖掘出来 竟与血肉巧妙融为一体 又在那等私密之处 难怪无法正常发觉 他望着手中邪忆灵种 感慨一声 灵种呈粉红色 像是一小团粉嘟嘟的软肉 捏在手中 有种尸骨之翼 似乎要将陆璇体内的血气 阳气 全部吸走一般 他看了一眼三名女修 扫过布置在房间外面的静止 将粉红灵种 放入一块灵壤中 心神凝聚下 有关灵种的详细信息 顿时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银聘花 六品灵植 何欢宗原因真菌 采集无数预念 借用秘法 凝结出灵种本源 的弟子体内 通过交构 采补原因 原阳气息滋补灵种 使其趋于完整 生机浓郁 灵种滋养完毕后 可用晴玉灵气 灵壤等来培育 成熟后的灵植 可以用来修炼 相应阴阳和欢神通 或者可用来炼制 淫秽类法宝 六品灵种 发了 好歹才补了 我一些原阳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陆璇控制着虚空眼目 用幻术布置出正常场景 不慌不忙地 从庭院中走出 整个常乐馆内 就只有那名丁念 那名杰丹修士 外面布置的阵法 防护力度一般 他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庭院外面 接着 施展土园密册 上的奇异盾树 借助土形珠 飞速消失 重新出现时 已经在数十里开外 陆璇找到一处 无人之地 马上改换容貌气息 成为一名高大魁梧青年 多少还是有点冒险了 不过能得到 三枚六品灵种 那也值得 他平复下心绪 好好盘算着 自己刚刚行进 这迎聘花灵种极为隐蔽 吸取修士原样原因 进入常乐馆的无数修士 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交合时都沉沦在欲望中 哪里还会去注意 体内原样的异常流失 哪怕注意到 也只是以为 女修财补功夫厉害 不宜有她 种入迎聘花灵种的幕后修士 断然无法想到 会有人在欢爱时 察觉到灵种的存在 或许正因为灵种极为隐蔽 不必担心有修士察觉 常乐馆防护力量 还在正常范围内 等发现异常时 想要找到我 却已经没那个可能了 陆璇过来时 不是以本来面貌世人 离开后 又借助千娼鬼面 马上改变容貌身形 另外 还有无品宝物 轻浮雨衣遮掩气息 隔绝补测主法窥探 想要找到她 已经希望渺茫 常乐馆女修里面 藏有如此玄机 若是被进入里面的 无数修士得知 那必然会犯了重怒 想必幕后势力 不敢轻举妄动 陆璇心中猜测 另外 她在离开时 还特意施展一点小手段 进一步杜绝幕后修士 寻找自己的后患 还有一点必须得留意 以后不可随意出手 迷玉单等宝物了 好在之前顾及名声 没有在杂货铺里大量出手 她心中谨慎想到 常乐馆内 一名声有六尾的少女 躺在床上 弯动着手中毛茸茸的尾巴 丁念低头站在一旁 望着脚尖一动不动 少女前面 跪着三名容貌姿态俱佳的女子 琪琪不停剧烈颤抖着 养颗种子都养不住 三个废物 六尾少女轻哼一声 一个粉红骷髅 瞬间从三人体内穿梭而过 刹那间 三名女子仿佛瞬间苍老几十岁 气息衰败 三人却不敢有丝毫妄动 暗暗吐了一口气 心知小命侥幸保住 丁师妹 你体内的没灵种 没有问题吧 师姐 没有问题的 丁念如实答道 那就好 若是你体内的灵种 有任何闪失 那你我都逃脱不了 师父的怪责 少女缓缓说道 至于那名偷走灵种的修饰 估计来历不是那么简单 她望着面前一块木板 木板上面刻着八个小字 夺我鸳鸯 灵种补偿 刻印极深 每个字体上 弥漫着细微剑意 杀气腾腾 似乎要刺穿少女肌肤一般 师姐此话怎讲 丁念站在一旁小声问道 能够在刹那间迷惑三明铸鸡圆满修饰 让他们没有丝毫察觉 幻术定然非比寻常 此外 在极致欢愉时刻 还能坚守心神 甚至还能感知到 迎聘花灵种的异样 所修定是 玄门正宗上等功法 最后 便是留在木板上的这几个字了 剑气入目三分 经久不散 杀一只墙哪怕 是在以杀伐著称的剑修里 也是极为罕见 同时经修幻术 见到 修习玄门正宗功法 那人恐怕是几个 大宗门出来的天才弟子 偶尔进来欢喜心动 找找乐趣 六位少女 偷偷是道地分析着 那事件 咱们应该怎么出脸 难道不去追回那三枚 迎聘花灵种 艳丽少妇神情恭敬地 向六位少女请教 暗中调查吧 不要弄出太大动静 不过 那名玄门弟子 既然驱走那三枚协议灵种 又留下这么一句话 大概率不会将长乐馆 才补原羊仪式暴露出来 当然 也要做好消息泄露的准备 虽说供登极乐时 采阳补因仪式极为常见 可若是被进入过 长乐馆的修士之道 他们体内原羊 被用来酝养灵种 那可能会闹出不少风波 街道上热闹非凡 陆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从长乐馆出来 他已经进入圣贤模式 并没有再去探索 其余勾兰之地 另外 刚从长乐馆 好来三枚灵种 他担心其余青楼 可能也会有类似情况 一旦他们提高警惕 定然不会像先前那样 轻松被人夺走灵种 再去光顾的话 那就是主动送上门了 得到一大笔灵时 与三枚协议灵种 陆旋心情大好 进入先前经过的万灵石府 点了一大桌美味 大饱口腹之欲 古玉轩 高空之上 一座长有十多里的画坊 缓缓飘过 画坊布置得极为奢华 底下绘制着无数阵纹 各种大小不一 灵光四射的宝物 点缀在四处 不少修士驾驭在剑光穿梭过去 刚一出现 便引起底下无数修士 议论纷纷 古玉轩出现了 可以去赌一赌古石了 听说 上次有位道友 从一中阶古石里 开出一块无品灵矿 下来就换了无数修行资源 修为飞速上涨 还去听情阁逍遥了半月之久 真是献煞老夫爷 同为修士 怎么咱就没有那种符缘 有那符缘你 还会是现在修为 早就得到无数宝物 平不清云了 话可别这么说 为了今日 老夫沐浴焚香一月 甚至还从一名修炼 补测术法的道友那里 求得一根上上签 这次定然可以开出丰厚宝物 周围修士议论纷纷 陆璇心中一动 开宝物 不至于我那开光团 有多少区别 他顿时有了几分兴趣 转头望向旁边一名矮胖老者 这位道友 在下刚刚从他处 进入欢喜心动 对于心动诸多方面 了解甚少 不知天上这所谓的 古玉轩画坊 是何来历 竟然引得如此之多的道友 争相前往 矮胖老者 有着筑机 前期修为 正要御使飞剑登上画坊 看到有人拦住自己 面露一丝不悦 可临时扫过 发现眼前高大青年 竟是筑机后期修为 那点不悦 顿时烟消云散 道友请了 古玉轩是 欢喜心动一处神秘存在 来历不明 每隔一段时间出现 里面别具特色 其中 赌时一门最受欢迎 何为赌时 陆璇好奇问道 听说古玉轩背后势力 从异域星空 或者洞天险绝之地 弄来许多古石 古石大小不一 能隔绝修饰灵石 用灵石买下后 有可能从里面 开出各种宝物 甚至还有修饰 从里面开出法宝残片 功法神通 说到这 矮胖老者眼中 流露出强烈羡慕之色 还有那等好事 那些古石 有没有可能是古玉轩 幕后势力伪造出来 陆璇质疑道 据说一开始 是有不少修饰怀疑 可慢慢的 从古石里面 开出宝物的修饰越来越多 这些怀疑就自行消散了 在下有一好友 就花了一千零食 从中阶古石里 开出过一个四品剑胎 当场就以一万多零食卖出 看得出 老者对于那古玉轩极为信任 听到陆璇质疑 立马解释道 在下也有一好友 前两年 他这话 引起了周围修饰的共鸣 纷纷说出自己 有关古玉轩的见闻经历 看来那古玉轩 并没有弄虚作假 从里面开出宝物的修饰 不在少数 不过 这套路有点熟悉 花零食买那古石 然后开奖 然后用少数开出宝物的势力 吸引越来越多的修饰 前去购买古石 陆璇心中想着 不知道有口中的中阶古石 怎么个说法 他转念一想 向老者问道 古玉轩里的古石分为三种 低阶中阶高阶 低阶古石所需零食最少 五百枚下品零食便可以去开启 中阶古石则要两千零食 高阶的需要两万下品零食 不过 据说 里面开出的宝物也最为丰厚 我曾经积攒了不少零食 去开了两次高阶古石 不过一次 没有开出任何东西 一次开出一块四品零矿 有些可惜 老者 眼中露出懊恼之色 轻叹一声 那古玉轩有点东西 古石里开不出宝物 只怪自己浮原不够深厚 不然其他修饰可以开出 你怎么不能 陆璇见他这副模样 不禁在内心深处感慨道 也不知那古石里面 有没有可能藏着零种 若是种下后 能够察觉到 里面零种的气息 那我岂不是稳赢不赔 陆璇心中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他那能力近乎于因果 规则 只要将零种种下 就能感知到其详细信息 品种 来历 特异之处 培育方式等等 若是那所谓古石里面藏有零种 还能上手触摸 那对于他来说 能够隔绝灵石的古石 仿佛袒露在他面前一般 虽然我对赌赌不感兴趣 但如果稳赢的话 那就不算赌了 他架起见光 随着一众修士 飞入空中画坊 来到画坊 外面一层灵器护照 陆璇收起风雷剑 随着人群落在灵木板上 进入第一层 映入眼帘的是一间 无比宽敞的大厅 大厅四处放着形态 大小各异的骑士 每一块骑士旁都围绕着不少修士 甚至还有修士 生怕自己心仪 骑士被人抢走 因此错失机缘 毫不犹豫地取出灵石 第一时间开取 不时有惊喜声 痛骂声 叹息声传入陆璇耳畔 哪怕是修士 也依然逃不脱宝物的诱惑 陆璇灵石扫过 望着大厅里众生百态 不禁感慨 不用去与妖兽斜碎搏斗 不用担心被其余修士 劫略争夺 只需数百上千零食不等 就有一次获得机缘宝物的机会 对于许多修士来说 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可惜 赌客有可能会赢 但庄家永远不会输 他望了眼 在大厅里不停穿梭的画坊修士 露出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 当然 在我面前 可能是个例外 陆璇没有在大厅多做停留 一路往上 画坊分为三层 最底一层为低阶古石 最高一层为高阶古石 进入第二层与第三层时 为了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进入者的修为有所限制 第二层不低于筑基修为 第三层则不低于结单修为 进入第二层 无论是古石还是修士 明显要比第一层少了许多 古石也相对更为奇异 灵光流转 意向分成 一看就非同繁品 陆璇静静观察一会 无声无息恢复修为 来到第三层 能进入三层的修士修为 最低为结单境界 总计有着二十多人 其中有三人气息如渊如海 极大可能为原因真君 陆璇心中一领 脚步放轻 进入大厅里 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 多少修士的注意 全都聚精会神 细致如微地观察着面前古石 第三层的古石 再次减少一大半 只有百余块 大小各异 最大的有房屋大小 丈许方圆 最小的只有拳头一般大 每一块古石都有着神异异象 有声有孔系 发出鼓乐之声者 声音悦耳动听 轻轻撩拨着在场众人的心弦 有形如阴海者 声有五官四肢 栩栩如生 望着令人毛骨悚然 一看就协议非常 也有其时精光大圣 佛陀虚影盘坐其上 莫诵经文 靠近时 不由得宁静祥和 感觉每一块古石 都蕴藏着丰厚宝物啊 陆璇逐一观察着大厅里 所有古石 完全不知道如何抉择 两万下品零食 换得一次赌食机会 也不知道划不划算 他心中暗暗想到 先前在海楼商会总部拍卖会 买的那薩姆树腰幼苗时 他所花零食不到三万 两万下品零食 差不多可以买的一枚普通无品零种了 这位道友 可是第一次过来赌食 有任何不解之处 可以向在下询问 突然 一道温和声音传入他耳中 陆璇寻声望去 大厅中心有一节单后期中年 正微笑看着自己 在下玉环珍 古玉轩第三层的古石 都有我负责 中年温和传音道 原来是遇到有 黄某确实是第一次过来古玉轩 心中对于那古石里的未知宝物抱有期待 便过来尝试一下 不知这些古石 可否用哪些手段去探查 陆璇好奇问道 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不用竖法 肉身等 去破坏古石即可 若是在没有得到赌食机会前 就将古石损坏 那可能会引来 坐镇古玉轩的原因真君的追责 黄道友可以上手触摸古石 也可以用灵石探查 若是稀有童树秘法 或者拥有其他宝物 也都可以尽情尝试 温润中年详细向陆璇解释道 看得出古玉轩 对于那隔绝灵石的古石 有着绝对信心 那我就放心了 陆璇一有所指的说道 能够自由上手 那古石里面有没有灵种 不是一清二楚 他没有急着去动用那一手段 而是装模作样的四处走着 观察着心仪古石 期间 他还让藏在衣袍里的妖鬼藤好好查看 可妖鬼藤毫无动静 试了几次后 陆璇不得不放弃这个法子 他双瞳里面出现萌萌灵光 凝神望在眼前古石上 施展破望铜树下 眼前古石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表面无数灵气线条胡乱游动 想要深入查看时 那些透明线条不停变化 扰乱着陆璇视线 里面事物完全模糊一片 看不真切 他绕着所有古石走了一圈 暗暗锁定了一些 可能与灵种相关的古石 有生出青莲异象的 也有镶嵌着一颗颗金黄菩提石子的 好了 我就选这一块了 他正观察间 突然听到一道急不可耐的声音 只见一名身穿青衫 面向英质的中年 碰着一块脑袋大小的灰石 快步走到古玉轩的玉环真面前 玉道友 这里是200中品灵石 还请道友帮我开始 道友确定选择这一股石 玉环真出声问道 就是他了 青衫中年坚定说道 好 玉环真从储物代理 取出一柄半透明刀刃法器 法器表面蕴藏着一股特殊灵力 似乎对古石有着克制效果 陆旋视线中 古石上面的灵气线条 被刀刃缓缓破开 一块块碎石不断崩裂 掉落在地 古石中间部位颤抖着 动作越来越剧烈 枪 一道蒸燃剑鸣声响起 一柄三寸来长的灰色小剑 从古石中心电射而出 守在一旁的青山中年要有准备 一道灵光将灰色小剑射下 放在手心静静端向 五品剑胎 可以炼制飞剑法宝 发了发了 他惊呼出声 大厅里众多修士文言 奇迹露出艳线之色 恭喜道友 开出如此大奖 两万下品零食 换得一枚五品剑胎 大赚特赚啊 众人纷纷议论道 哈哈 多谢各位道友 也祝愿道友们 从古石里 赌出更丰厚宝物 青山修士 拱手向众人说道 有了这一好的开始 在场气氛顿时热闹不少 五品剑胎的出现 使得大多修士心动不已 很快 就有几名修士 选了上十块古石 前去开去 可惜 开出宝物的并不多 出现的几件宝物 价值也比五品剑胎低了许多 那名青山中年 试拓的嫌疑很大 陆璇心中暗暗想着 该轮到我开下大奖了 他率先来到那块 有着清廉意向的古石面前 古石周围 早有一名杰丹中期修士 在细细观察 陆璇悄悄凑了上去 灵石探查着古石每一部分 道友可有发现 那名杰丹中期修士 观察一会后 向陆璇问道 没有 这古石材质太奇特了 灵石进入其中 如同石沉大海 哪怕施展铜树 也看不真切 陆璇摇了摇头 是啊 只能凭借自身浮原去赌了 赌中了就能获得罕见宝物 赌不中 那就百百损失200种品灵石了 要是有着能够看穿 十种宝物的能力就好了 修士 站在清廉古石面前犹豫一会 最终还是没有做出选择 等他离去后 陆璇靠近清廉古石 轻轻捧了起来 装模作样地详细观察着 他这般举止 旁边修士自动避开 略过清廉古石 观察半刻后 陆璇神情流露出一丝黯然之色 轻轻将清廉古石放下 同时 宗师级别的地影术 极为隐蔽地施展出来 古石微微凹进地面 心神凝聚在清廉古石表面 期待中的念头 并没有出现在脑海中 陆璇神情平静 他知道 哪怕自己方法可行 从古石中得到灵种的概率也不大 毕竟只有部分古石中 有着罕见宝物 宝物类型多样 有灵矿 法宝法器 灵丹等等 双重因素下 发现含有灵种的古石的难度极高 他慢悠悠地来到下一块古石面前 如法炮制 悄然无声地完成重入这一动作 在场修饰中 如他这般 动用各种小手段 探查古石的并不少 只要不损伤到古石 那名古玉轩修饰并不在意 难不成这个方法无效 居然没有发现一枚灵种 陆璇一连查看七八块古石 脑海中都没有出现相关信息 他内心不禁有了一丝动摇 他停下脚步 调整一下呼吸 他继续信心十足地 走向另一块古石 这位道友 你好像跟着在下 已有一阵了 突然 他转头望向身旁 一定瘦削中年 中年上嘴唇两侧 伸着两撇小胡子 眼神狡狭 道友可别胡说 大厅就这么大 经常碰到 不是很正常 瘦削中年笑了笑 露出满嘴 参差不齐的黄牙 碰到一次两次是正常 可连续五六次碰上 那就是有意为之了 陆璇淡淡说道 没想到道友如此谨慎 我只是内心 有预感 道友能找出上等古石 好奇跟着看看吗 中年笑出满脸褶子 道友还是与在下 保持一定距离为好 免得最后弄得双方都不开心 陆璇望着眼前这名 气息完全隐藏的瘦削中年 出声提醒道 道友莫生气仨 咱们还是老熟人呢 陆璇小友 他正要离去时 中年的一句话 如同晴空霹雳 在他耳中响起 他看出来我的身份 陆璇在红尘碑历练无数年 心智早已锤炼得无比坚定 哪怕内心深处波涛汹涌 神情还是保持着镇定 他还是头一次 被人直接点出真实身份 有千娼鬼面改换容貌 加上无品宝物 轻浮与衣隔绝气息 寻常修饰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 有境界更高 或者临时极为强大的 才能察觉他有意隐藏 但也无法发现真实面貌 道友对陆某如此了解 究竟是何来历 他稳住心神 向寿靴中年传音道 小友猜猜猜看 寿靴中年咧嘴笑着 能轻易看穿轻浮羽衣的遮掩 其修为 临时一定远远超过我 普通结单修饰都难以做到 哪位原音真君 可我似乎没与哪位原音真君 打过交道 陆璇脑海中回忆着 不对 这种活泼语气 还有滋滋牙咧嘴的小动作 他灵机一动 想起先前进入商会那座 保楼体内的参加拍卖会的场景 当时 自己在拍卖会上 拍的煞母树妖 还利用有关灵直的特殊能力 辨认出食鬼恶藤灵种来历 从而得到那一罕见六品灵种 期间 那保楼气灵 就留给他深刻印象 保楼前辈 他试探着传音道 寿靴中年文言 撇了撇嘴 小胡子耸拉下来 你这小友太无趣了 一下就认出来了 寿靴中年 身形晃了晃 陆璇一个恍惚 眼前中年变成一个形态怪异的三尺小人 尖尖脑袋 身躯越往下越发圆润 整体看上去 像是一座线条流畅的宝塔 在一看时 小人又恢复成了中年模样 见过前辈 没想到能在这谷玉轩里 碰上前辈 陆璇宫景问候道 这可是他的顶头上司 海楼商会那座高阶法宝的气灵 自己成为商会客亲 就是他当初一句话的事 这么粗的大腿 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抱住 不在这里碰到 还在哪里碰到 这谷玉轩就是我开打 寿靴中年咧嘴笑道 语气有着与外形极为不搭的 活泼可爱 陆璇宫在原地 强忍住内心的不适 好一会儿 才消化气灵话语中的信息 这文明欢喜心动 吸引无数修士 前来赌食的谷玉轩 竟是商会保楼的气灵产业 他神情中有着几分不相信 那这些古食 都是从域外一些废墟里得来 弄过来就是觉得 你们开宝物时 还挺有意思 玩一玩 里面确实有可能封存着宝物 但是具体的 我就不清楚了呀 你这小子 可别想从我这里 得到什么内幕 瘦削中年 嘴上小胡子扬了扬 杜绝了陆璇内心中的想法 陆某自然不会让前辈 做那等破坏规矩之时的 陆璇善善笑道 好了 你自己在这里面好好玩玩 我不陪你了 保楼气灵 被陆璇如此轻易揭穿身份 顿感无趣 留下一句 就凑到另外几名修士面前 加入讨论之中 没想到气灵开这股玉轩 只是为了找些乐子 陆璇摇了摇头 感慨于对方的率性而为 继续去尝试下一块古石 嗯 有货 当他种下一块泛着 盈盈白光的古石 下意识的心神凝聚时 脑海中竟然浮现一道念头 天原果 六品灵植 灵种被歧视封存 避免生机流逝 灵植蕴藏极强生命精华 须以生机浓郁灵犬灵攘滥养培育 灵植成熟后 浮下灵果体内 可滋生源源不断生机 烦恼还童 增添受源 先天元切 大不特薄 脑海中一道念头闪过 开出一件大宝贝了 陆璇心中大喜 神情却没有显露丝毫异常 我就说 其实里面若是真有灵种 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六品灵种 天元果 蕴藏先天元气 服用后可增添受源 功效与先前种植的异兽 盘桃相似 只是异兽盘桃 毕竟培育方式协议 服下后可能存在不良反应 有一变风险 天元果相对而言 就更纯粹了 六品灵种 陆璇洞府中也只有寥寥数种 每一种都极为珍惜罕见 能够从这古石中得到一枚 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没有丝毫犹豫 当机立断 选择这块如同白玉的古石 来到气质温润的玉桓真面前 玉道友 我选择这块古石 还请道友帮忙打开一下 陆璇递过去两百种品灵石 向玉桓真说道 古石来历不明 他没有能够安然打开 取得灵种的绝对把握 出于谨慎 还是在古玉轩里开始为好 那在下 这就帮到有开始 玉桓真取出那柄半透明刀刃法器 微笑着向陆璇问道 麻烦于道友了 陆璇点头确认 大厅里有不少修士 注意到这边动静 齐齐奋出一缕心神 放在古石上 赌石的刺激感 对于在场修士而言 算是极为强烈 因此 没有修士选择开始时 都会不约而同关注一下 陆璇临时感知中 古石表面游动的无数透明线条 在刀刃的切割下 飞速崩裂 刀刃稳定 而又缓慢地切入古石中 有货 不知是什么宝物 没有了古石外面的 奇异线条遮挡 里面的灵种 很快被众多修士所察觉 灵种里面 满满都是烟雾形态的乳白灵气 浓郁生机四散开来 居然是一枚灵种 有修士语气中 隐隐有些失望 各种宝物里 灵种算是价值最低的那一类 可别小觑这枚灵种 观其生机 应当是一枚六品灵种 有一节当后期修为的清冷女修 冷冷说道 没错 是六品的天原果 不属于此方介玉 培育成熟后 服下灵果 体内可生出无穷元气 增添受元 哪怕对于原因境界修士 都有着不俗效果 远处一名气息如渊如海的修士 开口说道 修士大概率是一名原因真君 在众人眼中颇具威势 所说之话 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恭喜这位道友 从古石里开出六品灵种 玉环真没有显露出丝毫一样 双手捧着灵种 微笑递给陆璇 侥幸侥幸 陆璇连忙接过 直呼侥幸 这位道友 服缘深厚啊 六品灵种 在大厅里大部分修士眼中 都算是珍惜宝物 众人望着将灵种 放入储物袋的陆璇 纷纷露出羡慕神色 六品灵种 运气好的话 能卖出将近十万下品灵食 两万换十万 大赚特赚 有修士 计算着陆璇开实利润 心里酸液更浓 这位道友 在下寿元所剩无多 想从道友手中 买得这天元果灵种 不知道有可否谈谈 一名气息略显衰败的 结单中期老者 走到陆璇面前 神情肃然问道 抱歉 在下想亲自培育这枚灵种 暂时没有出手的打算 陆璇委婉拒绝 灵种对他而言 意义不单单在于本身 更重要的是成熟后的光团奖励 奖励丰厚程度 往往数倍于灵食 他怎么可能会忍痛割爱 将灵种拱手让人 龙某愿意出十一万下品灵食 这个价格已经很有诚意了 老者继续问道 道友还是另寻他法吧 或许直接买的增添寿元的灵丹灵药 会更好一些 毕竟六品灵食可没那么容易培育成功 陆璇不为所动 陈生说道 老者无奈 只得走开 陆璇再次来到 还未确认的那些古石面前 千古难寻的薅灵种的机会 可得好好把握住 开出一枚六品天元果灵种后 他心中豪情万丈 若是正常情况下 得到一枚六品灵种 已经赚了很多 应当适可而止 可古玉轩本就是保罗契林所开 他自然不必担心 薅得太厉害 引来麻烦 以契林那种玩闹性子 或许还巴不得陆璇开出大宝贝呢 果然 感知到陆璇的视线 那名气灵化身的瘦血中年回过头 十分调皮地朝他眨了眨眼睛 前辈你能不能辩覆好皮囊 在做这些动作 陆璇无力吐槽 耗尽羊毛的想法更加强烈 必须得以高阶灵种 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 他心中暗暗想到 按保罗契林所说 古石来自于抑郁废弃洞天 有不少颇为神异 这么好的机会 陆璇 决定将大厅里所有古石 全部探查一遍 没有反应 还是没有反应 他慢悠悠地逐一查看 各个异象分成的古石 接连翻了数十块 脑海中一片平静 没有任何念头浮现 就在他心中失望时 一块奇异古石轻轻落下 古石表面有着重重异象 风 雷 水 火 每一重异象精卫分明 却又自然而然地贴在一起 古石落下后 他心神一如既往地凝聚在其表面上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脑海中有一道念头一闪而过 八重弓 七品灵直 动天本源气息孕育而成 花开八重 每一重灵花都蕴含奇异效用 培育方式各不相同 绽放难度与灵花品阶不断提升 最后一重高达七品 一重一天地 七品灵种 啥 七品灵种 陆璇深深深低头 生怕自己神情 眼神中的奈斯不敢置信 被其余修饰察觉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块平平无奇的古石里 竟然藏着一枚七品灵种 截止目前为止 他培育灵直无数 可洞府里只有一株七品灵直 正是在雷海深处 上古药园里的那名雷鬼公指引下 找到的七品一目青雷腾 七品已经属于原因范畴 每一枚七品灵种 都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没想到在这里意外发现一枚 你这小石头 给了我一个天大惊喜啊 陆璇内心深处 忍不住感慨道 现在需要做出抉择了 七品灵种 其价值已经远超我本身实力 究竟是要还是不要 陆璇心中想到 若是在尚未知道 保楼契灵是古玉轩拥有者前 他或许还会犹豫 毕竟自己只是结单前期修为 有服务员开出七品灵种 没有实力去将他守住 可现在就不同了 契灵是古玉轩之主 开出七品灵种定然不会为难 这八重弓我要定了 迄今为止碰上的第二枚七品灵种 陆璇想要获取的决心 前所未有的强烈 还有一个问题是 是否要在这大厅里开始 当着众多结单元英修士 开出七品灵种 不服陆璇素来谨慎的性格 可若是带回洞府再开的话 最大问题就是 如何顺利将八重弓灵种取出 这古石来历不明 极为神秘 寻常手段难以轻易打开 必须得借助那玉环针手中的透明刀刃 那样的话就有些荒诞了 有七灵前辈护住我 自己又有意隐藏容貌气息 还担心这些干嘛 陆璇站起身 灵力将古石拖在身后 两次开时 开出两件珍惜宝物 未免太过惊世骇俗 为了避免惹人生疑 他还特意再拿了两块古石 拉低一下自己的成功率 他这一动静 也引起了其余修士的注意 道友这是想一次开启三块古石 有一节单修士 好奇问道 是有此意 陆璇点头确认 道友出手真是阔绰 三块古石 需要六万下品零食开启 若是运气好 堵出什么宝物还能接受 运气不好的话 那损失可就大了 修士摇了摇头 似乎不认同陆璇这般作为 反正上一块古石 已经赚了不手 这三块开不出也没损失 开出就是赚的 陆璇微笑着 来到古玉轩那名 气质温润的中年修士面前 遇道友 这次在下选了三块古石 还请道友帮忙开启一下 他递过去六百中品零食 没问题 玉某这就帮道友开启 玉桓珍取出那柄透明刀刃 无数虚幻线条游动 慢慢将最近处一块古石切开 两人周围 不知不觉间 引来十多名修士 一旁静静观望 对于陆璇这次大手笔开启 十分好奇 开了 有宝物 似乎是一块零矿 四品的星辰石 虽然比较珍稀 用途广泛 但远远不止两万下品零食 这把亏了 旁边一众结单修士 一轮纷 第二块古石 刀刃慢慢将其切割 一块块碎石掉落在地 嗯 空的 徒有其名 白白浪费两万下品零食 可惜 那位道友刚刚赌红了眼 把先前转到的 也赔进去了 众人望着空空如也的古石中心部位 纷纷感叹道 陆璇在他们眼里 由之前的浮原深厚修士 慢慢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赌徒形象 还有这最后一块 陆璇神情不变 将蕴藏八重宫灵种的古石 推至玉环针面前 玉环针稳稳控制着透明刀刃 一寸一寸地将石皮切开 在最后一层薄薄石皮破开时 突然 一道宝光从石心部位射出 有货了 看样子不简单啊 众人翘首以待 聚精会神地看着古石里面的宝物 慢慢呈现出来 一块拳头大小的七彩玉石 宁神戏看下 像是由八层玉皮从内而外 一层层覆盖而成 每一层之间都有着奇妙异象 灵光流转 神意非常 又是一枚灵种 不过 这是什么品种的灵质 从未见闻过 看其生机 应该不弱于刚刚的六品天原果 一众修士 望向不远处 一名元英真君 这确实是七品灵种 不过具体品种 老夫也不清楚 那名元英真君淡淡说道 望向陆玄的眼神中 有着一丝一色 七品灵种 得到元英真君的确认后 旁边一众结单修士 无不露出精益神色 以前听说古玉轩里 有修士 开出七品宝物 本以为只是一个传闻 没想到今日 却真正见识这一器官 两万灵石 换一枚七品灵种 这浮原是何等之深厚 振振惊中 陆玄敏锐注意到 有几名修士 望向自己的眼神 有了微妙变化 他先前开出六品天原果 在众人眼中 算是浮原深厚 羡慕之余 并没有生出多的心思 毕竟 灵种不比同节法器 宝物 还吸引不了 在场修士的兴趣 可七品灵种 就不一样了 那已经是 元英范畴的宝物 哪怕只是灵种 价值也极为昂贵 这等珍惜之物 落在一名 杰丹前妻修士手中 那不是暴殖天物吗 他披在身上的 轻浮羽衣 感知到一道道 隐晦临时扫过自己 不过由于在古玉轩内 加上有着 众多元英杰丹修士 不敢太过放纵 探查力度不大 都被轻浮与医所隔绝 恭喜道友 玉环针双手捧着 那一有着重重异象的灵种 小心翼翼地交给陆璇 多谢道友 陆璇没有理会那些隐晦眼神 将八重弓灵种 收入储物袋里 没想到古玉轩里的古石 蕴藏如此稀有宝物 刚刚拿的古石还少了 陆璇转了转脑袋 扫过剩下的所有古石 要想等下得到契灵的庇佑 那不得先帮他带带货 刷刷好感 果不其然 听到他这句话以后 许多修士眼睛猛地亮起 对哦 这人从四块古石里 开出两大稀有宝物 那剩下这么多古石 会不会还有着其余珍稀宝物 他开的 我就开不得 陆璇开出七品灵种的广告效果极强 不少修士直接用法器照住周围古石 甚至还引起争执 陆小友 你运气真好啊 看得老朽都兴奋起来了 突然 他耳中传来保罗契灵的声音 不过 看他们有些人的眼神 恨不得把你声波活吞呀 等开始结束后 你就留在古玉轩内 跟我一同出去吧 我还有问题想问问你 契灵对于陆璇颇有好感 两次见面陆璇 都留给他深刻印象 加上陆璇又是商会客亲 自然有护其周全的想法 剩余古石一一开启 几人欢喜几人愁 大多没开出匹配两万灵石的宝物 偶尔几件不错的 也与陆璇开出的七品灵种 相差甚远 所有古石开出后 陆续有修饰选择下楼 玉环珍突然神色一动 面带微笑来到陆璇面前 这位道友 我家主上有请 希望能与道友交流一番 至于其余道友 若是兴致还未满足的话 可以去二楼赌一下中阶古石 说不定能开出更好的宝物 玉环珍委婉送客 众人望向陆璇的眼神中有些好奇 那名古玉轩之主极为神秘 哪怕是在场的几名原音真君 也难以亏得真容 没想到 却主动邀请这名杰丹前妻修士 等众人离去后 陆璇跟在玉环珍身后 来到大厅后面 一张半透明大门凭空出现 里面一片虚无 不知连通向何处 道友 主上便在这大门后面 推开进入即可 玉环珍来到大门面前 微笑向陆璇说道 陆璇点了点头 对于保罗契林极为信任 禁止推开大门 脚下一空 眼前一个恍惚 便进入一间空旷屋内 屋子四面无墙 有着似乎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暗 正中间 气凌小人正斜躺在一张墓椅上 他宝塔形的身躯 直挺挺躺着 看上去极为僵硬 模糊五官上 却又显露舒适之感 矛盾而又融洽 陆小友 就在我这里避避风头吧 没想到你这家伙 能开出七品灵种 说说看 有什么诀窍 要是交给我 以后我当那废机洞天 就也可以去开宝物了 恢复本来面貌的宝塔气凌 乃生乃气的问道 回禀前辈 晚辈也只是侥幸 陆璇神情自若地说道 骗别人可以 可不能骗我哦 我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你是有特殊方法的 而且 四块石头 你就开出两件宝物 还都是灵种 这不明摆着的吗 气凌小人尖尖脑袋撇了撇 对于陆璇所言 极不相信 确实主要是靠运气 不过也有一点点特殊因素 陆璇沉吟一会 低声说道 说说看 有什么特殊因素 气凌小人伸出一根横梁手臂 挥了挥 阴调奶蒙 语气却老气横丘的 向陆旋问道 前辈了解在下 在灵植一道上 有着不错天赋 其中最主要的 便是能感应到灵种的生机 无论是在灵壤里 还是别的地方 我都能察觉到 灵种灵植的生机 在赌食时 便是凭借这一特殊能力 感应到古石里面 蕴藏灵种 只是没想到 古石里的灵种如此稀有 竟是六品七品 陆旋半真半假地说道 他为了避免引起气灵生疑 主动袒露出一点点的灵植天赋 当然 没有告知对方 自己只要灵种 便能得知灵种品种 来历 特异之处 培育方式等等 在灵植生长时 还能了解到灵植的详细状态 更不用说 等灵植成熟后 能从光团里 收获各种珍惜宝物了 难怪你一个散修 在灵植上那么厉害 原来是有那种天赋 有也正常 不必太过藏着掖着 我就从不跟人说 我在搜寻宝物上 也有着独特天赋 气灵小人黑黑笑着 尖尖脑袋往后痒了痒 那自然比不过前辈的天赋 陆旋低头说道 你有这么厉害的灵植天赋 那就不能浪费啊 必须得好好利用 等你修为再高点 可以轻松穿梭虚空介遇 我送你一个大机缘 气灵小人摆了摆横梁手臂 得意说道 多谢前辈 陆旋恭敬施礼 向保罗气灵表示感激 好了 你去休息吧 等离开这个银窝 我就送你下去 气灵小人说完 瞬间从陆旋面前消失 陆旋在出现时 已经发现自己 在一间幽静房屋内 他坦然自若 闭目休息 脑海里在盘点着 这次欢喜心动一程的收获 三枚六品银聘花灵种 一枚六品天元果灵种 还有一枚七品八重宫灵种 另外 还有明仙逃光团 带来的二三十万夏品零食 其他星辰石什么的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没想到这欢喜心动 是如此一处伏地啊 居然能得到这么多高阶灵种 爱来 下次还要来 至于付出 与收获相比 就少了太多太多了 仅仅开始花费的八万夏品零食 嗯 还有一点鸳鸯 数日后 陆旋跟着气灵小人 回到摘星楼里 他向气灵小人辞别后 便恢复本来面貌 顺道采购了一些修行资源 这才回到洞府中 无惊无险 顺利回府 由于意外堵食的缘故 他并没有再去风渊星洞 寻找何时洞府 只能另寻时机 再去探索调查 陆旋确认 洞府没有任何异常后 放心打开两大防护阵法 旋着的心终于落地 高阶灵职越来越多 对于灵气的治愈量 要求同样提高 洞府里的灵气 有些不太够用啊 他心中有些忧愁 营聘花 成长过程中需要营会邪物 或者园阴阳滋养 前期培育有着积攒多年的 明仙桃胀气 问题不大 天元果 对于灵壤灵气灵犬等要求极高 有物灵壤与雪龙圣犬等 也可以培育到一定阶段 至于这八重宫 那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好在可以察觉到灵职状态 清楚具体培育方式 陆旋暗暗感叹道 他来到灵田里 一阵不见 当初种下的百余梅兵营草菱种 已经生根发芽 手指粗细的嫩叶在微风中不断摇曳 周围灵壤凝结出一层微不可见的薄薄冰霜 这可是他突破至结单中期的关键 自然得好生照料 他施展出精准到极点的灵雨术 充分滋润好每一株冰营草嫩苗 接着探查着其余灵质 嗯 白骨沙生剑草成熟了 再来到剑草区域时 陆旋意外发现 那株五品白骨沙生剑草下方的进度条 已经完全拉满 剑草形如森白骨剑 表面细长粗粒 似乎没有经过任何锤炼 却有一种锋锐到极致的剑意 萦绕周遭 剑意杀气腾腾 仿佛千军万马在殊死搏斗 带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稍有不慎 心神便会被带入杀意战场中 神魂被射 血肉僵硬 好一柄天生杀剑 陆旋不由地感叹道 他好生端向一会 手中的白骨沙生剑草 依依不舍地将其放入掏虫囊中 随即 视线完全被下方悄然浮现的白色光团所吸引 光团微微闪烁着 哪怕陆旋已经收获无数个 在他眼里依旧有着别样的诱惑 他伸手轻轻触摸光团表面 刹那间 光团无声碎裂 漫天细微光点冲天起 在空中飞快凝聚成一道石碑虚影 以闪电之速没入陆旋体内 紧接着 脑海中一道念头浮现 收获五品白骨 杀生剑草一株 获得六品宝物动玄剑碑 念头消失 一块斑驳石碑出现在陆旋面前 石碑长约三尺 古老斑驳 仿佛流经无数岁月 正面有着洞旋两字 一撇一纳入碑三分 似是剑气遗留下来的痕迹 背面则有一柄无形小剑 立于石碑内 浮浮沉沉 实影实现 仿佛随时能爆发出无穷剑意 陆旋心神凝聚在这斑驳石碑上 顿时了解到有关石碑的详细信息 洞旋剑碑 六品宝物 源自于苍蓝界无上剑道宗门洞玄剑宗 乃剑宗原音真君 从独有洞天洞玄剑域里 采集无数剑气炼制而成 剑碑为洞玄剑宗信物 与洞玄剑域有着紧密联系 是进入剑域的关键之物 剑碑为无数纯粹剑意的结合体 剑修在洞玄剑碑旁修炼时 在剑道方面有着事半功倍之效 同时 剑碑会影响周遭一定范围空间 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剑意小秘境 六品宝物 洞玄剑碑 上等剑道辅助类宝物 陆玄望着手中斑驳石碑 心中欢喜 剑碑不但能辅助它修炼剑道功法 更能影响周围空间 形成类似剑意秘境的存在 这两大功能对于目前的陆玄来说 用处极大 尤其是后者 让它有机会刺激改良出高品阶的剑草品种 它现在已经研究 培育出三品的雷芒剑草 可要想将它改良成四品 甚至五品的新品种剑草 那就最好是有类似天剑宗剑池秘境的灵地 而洞玄剑碑 就有希望形成那样的神奇异地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之前的天剑宗 格普师兄等 回归洞玄剑宗 本以为缘分已尽 没想到这洞玄剑碑 又让我与固有产生一丝联系 进入洞玄狱的信物 或许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到时 若是带着一两种改良出的五品剑草 出现在师叔师兄面前 不知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陆玄心中暗暗想到 他环顾四周 将洞玄剑碑 埋藏在种植着大片剑草的灵田中间 随后 施展地影树 几个呼吸间 就有一座简单石屋 从土壤里钻出 以后就是我参悟 修炼剑爵之地了 他小声说了句 再检查了旁边另一株五品分光炖影剑草 由于领悟出分光剑草 时要比杀生剑草晚了不少 分光炖影剑草下方的进度条 还差了一小节 不过按照正常生长轨迹 剑草不需要多久 就能完全成熟 至于成熟的五品白骨 杀生剑草 他打算暂时留在手中 剑草本就不凡 加上他领悟出上等剑草 杀生剑草 两者合在一起相得一张 也算是多了一种保命手段 收获一个六品宝物后 陆玄平静下来 继续巡视灵田 查看 培育灵植 音音音 哼哼唧唧声音响起 躲在以木青雷藤里的树娘 挥舞着薄薄羽翼飞了出来 围着陆玄飞来飞去 怎么样 在洞府里待得还舒服吧 陆玄望向这个精致可爱的草木精灵 柔声问道 好多好多高阶灵植 小树娘向陆玄传递过来一道念头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进入这里 就仿佛来到一处世外桃源一般 各种稀有灵植四处都是 生机浓郁 对于这些小精灵来说 大补特补 原本瘦小身躯都圆润了一些 每日最大的麻烦 不是考虑 要怎么才吸收到足够的草木灵气 而是忧愁 不知要去选择哪一树灵植 这两日 陆玄又带回来好几株高阶灵种后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此间乐 不思数 这些幸福的烦恼 让他们完全忘记 远在青木星洞里的同类与玄机树母 陆玄稍稍安抚他们一番 回到院子里 庭院里 胖鸟正懒懒地趴在地面 时不时望向角落里 嬉戏玩闹的雷龙猴与青月灵右兽 青月灵 右兽弹下没有多久 还只是小小一只 浑然没有展现出 摄服百兽的霸道天赋 雷龙猴多了这么一个小伙伴 孤僻性子开朗了许多 带着青月灵四处乱窜 一副 要将这小弟弟照顾好的大哥哥模样 今日心情好 来好好聚下 他临时扫过 向洞府里所有灵兽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猪物袋中取出一大堆处理好的妖兽肉 此次前去欢喜心动 他顺道在万灵十府 采购了大批滋味鲜美的妖兽肉 加上洞府里有好几种灵浆灵酿 还有各种品质的灵果 能够凑出一道丰盛大餐 后来好几枚六品七品灵种 又收获了六品的洞玄剑碑 那必须得大肆庆祝一下 陆璇心中想着 进入屋内 取出那瓶酿制完毕的圆魔酒 给自己以及一众灵兽 倒上满满一杯 雷龙吼 清月灵等装模作样地捧着酒杯 小口小口地吞服着金黄灵酒 李火焦 胖鸟等则用力一吸 酒杯内的圆魔酒 化为一条涓涓细流 涌入他们体内 几头小树娘身形缩小 围站在酒杯边沿上 享受着圆魔酒的强大酒精 透明药质干脆 直接泡在圆魔酒里 只见金黄灵酒慢慢下降 陆璇微笑着 一口引下手中圆魔酒 顿时金黄灵酒流经四肢百骸 血气翻涌 浑身暖洋洋 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 他站起身来 摇摇晃晃 醉眼朦胧 走到各个灵兽面前 不时啾啾这里 摸摸那头 来 比个心 陆璇走到踏云舍利前 一把揪住欲拒还迎的他 哦 踏云舍利粗利 而又带着几分加义的声音响起 做出一副摆脱模样 又无奈等在原地 陆璇将他耳朵肩上 那两簇灰白毛发就成一个爱心图案 望着在院子里甩着酒风的各个灵兽 微笑不语 一日 陆璇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正正望着屋顶 这圆魔酒后劲实在是太大了 整整一夜都没彻底恢复清醒 不过 效果也颇为不俗 他感受着体内旺盛数分的血气 与若有若无的温暖气流 心中感慨道 还得去酒如宝树那里 给洪青海送点去 独自待在那方小天地这么长时间 必须得好好犒劳一下 昨日 由于太多灵兽的缘故 他并没有将洪青海喊来 正好要去查看 培育一下酒如宝树 顺带给洪青海带点原魔酒过去 陆璇心中想着 来到种植着酒如宝树的灵田区域 穿过几道简易静置 进入其中 一道清朗平和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不远处的酒如宝树 在文气的刺激下 枝叶速速冻着 不时有黑字虚影没入其中 消失不见 宝树已经长到一人来高 远远便能嗅到墨香气息 让人内心不忧自主地安定下来 陆前辈 洪青海诵读诗文完毕 第一时间向陆璇攻颈施礼 陆璇摆了摆手 来到酒如宝树前 查看着这一如道珍惜灵直的详细状态 随即 根据宝树的需求 提供给他足够的灵雨滋润 宝树成长得相当不错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陆璇培育好酒如宝树后 来到洪青海面前 晚辈应当的 洪青海低头说道 这里有一小瓶灵酿 我近段时间酿制出来的 滋味不错 还能提升肉身强度 你尝尝 陆璇递给洪青海 一个盛着圆魔酒的白玉小瓶 这灵酿 灵力竟如此浓郁 洪青海感受着小瓶里 金黄灵酿的充沛纯净灵气 忍不住感叹道 五瓶灵酿 陆璇微笑着简单说道 五瓶 这如何使得 洪青海文言露出精益神情 强忍着五品灵酿的诱惑 将他递到陆璇面前 他刚刚突破到 筑基境界没有几年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会有机会 服下五品灵酿 叫你喝你就喝 何必婆婆妈妈 陆璇神情严肃几分 沉生说道 是 晚辈遵命 洪青海间陆璇似乎有几分不悦 生怕惹怒他 连忙收下 多谢前辈 赐下如此大脸 他受宠若惊 单膝跪地 神情中满是感激 他来到陆璇洞府 本意是借着培育灵配的机会 给自己找到一处庇佑之所 没想到 进入后 陆璇提供给他一个 灵力浓郁纯净的修炼环境 在他尝试铸鸡时 还赠予一枚珍贵铸鸡丹 现在又有五品灵酿 如此种种 让他怎能不心生感激 这原魔酒后劲有些大 你自己多加注意 最好是分几次饮下 慢慢消化 陆璇向洪青海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 洪青海目送陆璇离开 望着手中的金黄铃鸟 心中对于陆璇的感激之情 又浓了几分 从欢喜心动回来数日后 陆璇又恢复到了 先前平静充实的种田生活 不必冒着风险 去与妖兽 修饰 斜碎等争夺机缘 只需安安静静待在洞府 培育灵职 饲养灵兽 他只管种田 其他的交给光团 这日 在将灵田里 众多灵职悉心培育后 将放在阵法中心的五行果灵种取出 当初 为了刺激改良五行果 与地火心联两大四品灵种 他将五行果灵种 放入五品五行阵法中 地火心联灵种 则用纯阳蒸火日夜刺激 地火心联初见成效 已经得到易变灵种 至于五行果 一直到目前 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他按照往常 将有着五彩斑斓灵光的灵种 放入灵壤中 心神凝聚其上 五行果 四品灵直 五行果 一道道熟悉念头 出现在脑海中 信息一模一样 表明灵种没有出现新的变化 嗯 好像这枚五行果灵种 有些不一样 陆璇注意到 手中椭圆形灵种 与其他灵种略有区别 内里还是有着五彩斑斓灵光 但与其他灵直不同的是 灵光并不是精卫分明 而是融合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分彼此 希望能带来好的变化 陆璇心中 对于这枚灵种 有着几分期待 将其种入灵壤中 心神凝聚其上 一种五行果 四品灵直 普通五行果灵种 在五行镇法之力的刺激下 而导致发生异变 需以五行灵力培育 成熟后 蕴藏更为浓郁纯净的五行灵气 能炼制出品质上等的五行丹 灵直内五行相生相克 必须得维持五行灵力平衡 否则不利于五行果灵直生长 没有人比我更懂五行 终于出现一种五行果了 陆璇心中欢喜 借用五品换灭五行镇里的五行幻兽 刺激滋养五行果灵种这么久 总算是有了好的变化 虽然依旧是四品灵直 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只要继续刺激滋养 得到更多的一种五行果灵种 将其培育成熟 再去刺激滋养 如此下去 将四品五行果灵种 改良为五品指日可待 他能及时察觉到 灵种刺激后的详细状态 因而节省无数时间精力 自然有充足信心 将其改良成功 还是得有灵种之法啊 不然难以得到足够多的灵种 也就说不上去 改良灵直品种品接了 他心中感慨 遗憾当初匆匆撤离 没有从私农电蒿来 更多的灵种之法 普通灵种之法看不上 三品四品的 又大多掌握在那些大宗门 大家族手中 还是得借助商会力量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灵种之法 找到后 再去寻找相应灵直来培育 他目前手中也有 好几种不错灵种之法 用途最广泛的 自然是冰营草与普通剑草 此外还有炼制住鸡丹的藏原草 养剑葫芦等 以及五行果与地火星连 两种四品灵直的灵种之法 五行果灵种中 有部分受到恶性刺激 沦为肺种 剩下的大多数普通灵种 则被陆璇继续放入阵法中心 接受五行之力的刺激滋养 那枚易变五行果灵种 则被他培育在五色土灵壤里 等成熟后 再去用凝种之法来推倒摸索 批量凝结易变灵种 从而达到良性循环 一直到改良出五品五行果为止 独自在洞府中的时光过得飞快 转眼一跃过去 这日 陆璇正在培育灵直时 洞府外面传来一道苍老熟悉声音 陆前辈 可在洞府 晚辈给您送灵种来了 木道人 陆璇脑海中浮现一个高大赤童老者身影 正是商会分楼里 那名剑宝修士 喜欢搜集各类宝物 有一山寨版宝楼 性子率真 两人有过不少交道 自己还曾从他手中 过得那滋养煞元果的青铜长脊 以及六品的海魔罐灵种 原来是木道友 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陆璇打开阵法 将高大老者迎了进来 不敢不敢 是晚辈叨扰前辈清修 木道人文言 连忙摆手说道 两人一前一后进入院子 陆前辈 先前你曾跟文楼主说起 要商会帮忙搜集一些雷暴连灵种 文楼主从总部 以及各处分部搜集到不少 特意让在下带来交给陆前辈您 木道人引下一口玉洗灵露 直接说明来意 辛苦木道友 以及文道友了 陆璇微笑说道 四品灵种 哪怕数量多一点 对于海楼商会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 这也是陆璇身份之高的体现 作为商会客亲 又不断展示在灵植上的天赋与造诣 商会自然会尽量满足他的需求 陆前辈 这里是三十枚雷暴连灵种 还请前辈过目 木道人取出数十枚银白莲子状灵种 灵种表面有着一道细长雷痕 里面蕴藏着若有若无的雷霆气息 没错 都是上等灵种 商会有心了 陆璇确认灵种无误 缓缓点头 不知灵种价格如何 他虽然身为商会客亲 但基本的公司分明还是要做到的 能让商会帮忙搜集到如此多的雷暴连灵种 已经疏为不易 再白嫖的话就有点过分了 按总部的意思 有两种方案 一是将这些雷暴连灵种 委托给前辈培育 等成熟后再根据莲子数量 品质来付给前辈酬劳 另一种则是也偏低价格卖给前辈宁 具体如何还请前辈自己定夺 木道人轻声说道 第二种吧 陆璇沉吟一会 做出决定 若是放在以前 他大概率会选择第一种 酬劳加光团 双重白嫖 可现在的话 那就要是情况而定了 有了杂货曝出守光团宝物 以及成熟灵职后 他手中零食已经不知有多少 另外 雷暴连灵子用途广泛 可以用来饲养雷龙吼 辅助修炼雷法 自然瞧不上 那三瓜两枣的酬劳了 好 商会定下的价格为 每枚零种5000下品零食 不知前辈能否接受 可以 陆璇点了点头 他刚进入天星洞时 在商会里买的一枚雷暴连零种 记得当时花了6000下品零食 现在给的这个价格 已经十分优惠了 他当即取出1500中品零食 从老者手中接过30枚零种 对了 陆前辈 晚辈还有一事 木道人确认零食数目无误 犹豫一会 向陆璇说道 道友请讲 前辈尚未晋升结单时 曾从晚辈那里 拿的一枚古怪零种 带晚辈种植 当时 由于彼此不够了解 零种价值又不低 前辈就抵押了 一件宝物在我那里 不知前辈是否记得 事由此事 晚辈有事要回牧家 需要闭关许久 不知何时再能见到前辈 因此 这截钉头剑就还给前辈 至于那还魔怪零食 就还是交给前辈您培育 等成熟后 再告知晚辈一声即可 老者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截黑气萦绕的幽黑小剑 好 那还魔怪你可以放心 到时一定会交给你 陆璇见他神情坚定 没有推辞 结果钉头剑 他观老者体内灵气充沛 神魂圆融 眼睛一亮 木道人回去 是为了突破结单 他微笑问道 近段时间修炼偶有所得 有了一丝突破的契机 因此特意回牧家 牧家有着更好的灵气环境 还有提升结单成功率的灵物 有足中长辈护法 想必晋升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木道人脸上 喜意抑制不住 那就祝愿木道友 成功晋升结单 陆璇祝福道 听到老者晋升结单时 有如此之多的助力 他心中毫无波澜 任你条件再好 也抵不过我光团几个 多谢前辈 晚辈尽量跟上前辈的步伐 木道友低头说道 还魔灌灵 直中在协议灵田里 里面净是血肉魂魄 陆璇就没有提出 让他去看看的想法 老者心思活泛 也没有主动询问 在院子里坐了一会 请教一下陆璇晋升结单的经验 随后辞别离去 陆璇送走他后 来到灵田里 很不容易找到一块 空白面积稍大的灵田 将三十枚雷暴帘灵种种入灵囊中 种下后 施展精妙到极致的灵羽树 丝丝缕缕的灵羽飘落下来 渗入灵囊 滋润着里面的银白灵种 他来到协议灵田里 刚一进入 浓郁阴气扑面而来 几乎感觉到一股阴冷之意 其中 还有着无数怨魂飘荡 血肉滋生 海骨遍地 如同人间炼雨 陆璇早就细为常 神色平静地查看着 众多协议灵植 他望着眼前一株深黑灵植 灵植顶端一朵幽黑花朵 尽情绽放 花朵上空 一头头阴魂被未知灵力吸引过来 刚一靠近幽黑花朵 就无声碎裂 化为无数黑灰 悄然无声地融入花瓣中 花瓣里面 有着微不可见的黑光 光芒像是一块块不规则的灵魂碎片 浮浮沉沉间 似乎要将陆璇魂魄吸进去 陆璇小心将幽黑花朵摘下 放入一旁 视线完全落在随之浮现的白色光团上 吸收了我那么多阴魂怨念 不知能开出什么宝物奖励 光团在灵植顶端微微闪烁着 有着一股莫名诱惑 他伸手轻轻触碰光团表面 刹那间 光团无声碎裂 如同烟花爆炸 化为漫天细微光点 光点飞速变化 形成一部点极虚影 瞬间没入入玄体内 收获五品燃魂花一朵 获得六品功法 居魂精 念头消失 一部幽黑点极出现在陆璇手中 点极极薄 封面上有着一个恶鬼图案 恶鬼青黑手臂 持有乌黑锁链 锁链异端仿佛要透支而出 遥遥锁定着陆璇神魂 他心神凝聚在这幽黑点极上 顿时了解到 有关这居魂精的详细信息 居魂精 六品功法 乃邪道宗门万魂宗顶级修炼法门 其中记载着搜魂 欲魂 居魂等诸多秘法 施展秘法时 可搜寻到周围一定区域内的阴魂怨念 修炼至今生时 可强行居走修士 妖兽魂魄 面对修为境界高于自己的对手时 强行居魂有可能遭到反噬 六品功法 又是邪义类 这是逼着我这么与人为善的灵直师 不如邪道啊 陆璇望着手中幽黑点极 心仰难耐 从邪义灵直的光团中 他已经开出数部顶级邪道功法 有六品 血神经 幽名真水禁法 现在又加上这同为六品的 居魂经 血神经太过显眼 暂时留着 幽名真水禁法 虽有所涉猎 可进展缓慢 这居魂经 闲暇之余 也可以修炼修炼 陆璇暗暗感慨道 邪义灵直 对于阴魂怨念等需求量极大 他以往主要依靠四品的隐魂灯 引来些魂魄 或者购买阴魂类法器 然后将里面阴魂释放出来 滋养灵直 现在有了这 居魂经 搭配上隐魂灯 搜寻阴魂的范围 一下扩大许多倍 同时效率大为提升 不愁协议灵天里 缺少阴魂了 陆璇收好 居魂经 又看了眼 那朵燃魂花 燃魂花可以饲养阴物 灵体 也可以炼制这类生灵寄托之所 还能作为某些魂魄相关的 高阶丹药材料 用途广泛 他暂时没有决定如何处理 等后续再见机行事 收获燃魂花灵直后 陆璇继续查看 圣鱼阴间灵直 两株圣鹰果子猪 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一对青黑兽小鹰童生长在一起 时而彼此依靠 时而疯狂吞噬对方 你咬我一口 我咬你一口 由于同一时间种下 培育方式也没有差别 两者势均力敌 咬来咬去 除了痛楚以外 再没有别的 母猪被我连续催生几代 已经差不多到了极限 再催生灵种的话 很可能伤几本源 等这两株子猪成熟 就用那圣鹰果来反哺母猪 将它培育成熟 陆璇望着一旁病奄奄的母猪 心中暗暗想到 母猪的那一特性 被它利用达到极致 已经催生出几代的子猪 让它耗了好几个丰厚光团奖励 除了两株圣鹰果子猪外 邪义灵田里 还有一株灵直 进入成熟阶段 正是五品的五脏宝珠 灵直形态怪异 像是一座邪义庙宇 里面供奉着五种脏器 脏器融合在一起 不分彼此 陆璇从掏虫囊里 取出一份新鲜的妖兽脏器 一一镶嵌进入五脏宝珠特定区域 随后 施展灵羽树 让灵直在妖兽脏器的滋养下 更好地吸收阴间灵田里的阴气 又过了几日 洞府里有一大批灵直成熟 灵田里 四处生长着三品藏原草 灵草极为普通 乍一看 还以为是山间杂草混了进来 可若是灵石敏锐 就能发现在杂草灵直深处 有着无比浓郁纯净的草木精华 这便是三品的藏原草 炼制助鸡丹的主要材料 同时还能从光团里 收获到陆璇需求比较大的纳灵草株 陆璇掌握有这一灵直的凝重之法 不必担心缺少灵种 它将所有藏原草采摘出来 望着地面上百个白色光团 面露微笑 来个光团百连抽 它身形一闪 如同蜻蜓点水 同一时间轻轻触碰所有光团表面 刹那间 脑海中一道道念头 仿佛走马关灯 接连闪过 收获三品藏原草一株 获得助鸡丹丹方经验包 收获三品藏原草一株 获得三品宝物 纳灵草株 一种种宝物 或是直接出现在陆璇深前 或者涌入陆璇石海 其中 纳灵草株数目最多 有着将近50颗 进一步扩充陆璇的储藏量 另外还有30余梅助鸡丹 虽说对于它用处不大 但放在杂货铺里 还是十分有市场的 累积起来也是一大笔零食 另外 则是20来的丹方经验包了 使得它本身 在助鸡丹上的精湛水平 再次提升一大截 距离宗师仅有一步之遥 练丹大师 不过如此 陆璇细细感受着 石海内汹涌澎湃的信息流 小声感叹道 待将它们消化吸收完毕 它来到旁边一块灵田 灵田里面 还有十多株藏原草 专门用来凝结灵种 不会去收获光团 它老老实实按照方法 引导凝结灵植体内的生机 灵气 静静等待形成灵种 这些冰淫草 倒是长得挺快的 凝种之后 路过种植着 百余株冰淫草的灵田区域 远远便能感受到 一股极寒气息 走近一些 能看到灵阳表面 凝结着一层薄薄冰霜 寒气从湛蓝细长叶片中涌出 将叶片上的点点荧光 衬托得更加耀眼夺目 突破结单中期 就靠你们了 陆璇心神凝聚在这些冰淫草上面 感受着灵直传来的旺盛生机 心中满足 嗯 又有原因真君从洞府旁经过 他望了望手掌中心 灰白眼瞳 自主从裂缝中钻出 传输回来一个画面 一道有着惶惶威势的剑光 从洞府数十里开外一闪而过 随后画面就消失不见 正是在洞府附近游夜的虚空眼目 察觉到异常 自行隐秘 说起来 路过洞府 前往那处雷击洞秘境的原音真君 都有好几个了 陆璇不禁感慨道 他对于那处有着天大机缘的秘境 兴趣不大 只是偶尔从其他修士口中得知 秘境探索已有小半 还有最强大的几处静置尚未突破 其中不少修士获得机缘宝物 也有更多修士陨落在静置 斜碎以及其余修士下 不过 哪怕有着生命危险 哪怕在原音真君眼中视如蝼蚁 依旧有大量修士 陆璇不禁入雷海中 一直待在洞府里 安心仲田的陆璇与他们相比 仿佛异类一般 跳出秘境之外 不在珍宝当中 仲仲田就已经满足了 陆璇悠然自得 陆璇虽对雷海那处雷击洞秘境 有着超然无外的态度 可毕竟没有完全避世 又在雷火星洞内 无法不沾染一丝因果 这日 他正在临田巡视时 洞府外面传来一道熟悉声音 陆道友 可在洞府 我与王道友 来访一下陆道友 陆璇临时扫过 一眼便看到 两名杰丹修士 站在洞府阵法外面 一名身穿翠绿衣上的女子 浑身散发着一股清新自然气息 另外还有一名神情木讷的青年 脸颊上长有繁蜜兽纹 自有一股野蛮原始意味 正是倾慕心动的玉林散人 与王岁怀 陆璇曾去玉林散人洞府做客 与两人交情不浅 玉林道友 王道友 陆某有诗远迎 还望见谅 他立刻打开阵法 将两人迎进洞府 陆道友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见晚 两人神情轻松 进入院子里 我前段时间 从欢喜心动万灵师傅 采购了一大批上等妖兽肉 又酿制出一种新品种的灵酿 正好给两位道友品鉴一下 没想到B型还有意外收获 陆道友所酿零酒 那必须得好好尝尝 玉林散人眼睛一亮 微笑说道 旁边的王岁怀虽然没有说话 可神情中也有着明显的期待 两人曾尝过陆璇酿汁的白果灵浆 玉洗灵露以及冰髓灵酿 每一种都别具特色 味道极佳 留给他们深刻印象 陆璇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立即端来灵果 给两人沏上满满一杯原魔酒 玉林散人轻轻摇晃手中预杯 金黄灵酒泛起层层涟漪 零零闪动间 仿佛有着一头猿猴虚影若隐若现 如此品相 一看就不是反品 玉林散人见原魔酒意向 连忙引下一小口 流经四肢百孩 浑身仿佛寒冬腊月 置身于一个暖炉当中 无比舒适 唇厚绵长 厚劲十足 咦 似乎还能壮大气血 滋补肉身 难不成是无品灵酿 玉林散人脸上 浮现出一丝诧异神色 陆璇点了点头 没错 正是无品的原魔酒 先前偶然从一个传承古老的小家族手中 得到原魔酒酒方 又特意买来酿酒材料 侥幸成功酿制出来 他随口胡周道 果真是无品灵酿 玉林散人惊叹道 多谢陆道友如此盛情款待 他起身失礼道 一旁的王遂怀同样拱了拱手 念含感激 无品灵酿 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喝到 两位道友过来雷火心动 可是为了那处雷击洞秘境 三人闲聊片刻 陆璇出声问道 是有那个想法 不过具体的话 还是得先了解一下秘境相关 玉林散人陈寅说道 据在下所知 雷击洞里已经有不少 圆英真君进入 两位道友探索的话 可得多多小心 陆璇神情肃然 提醒两人 多谢陆道友提醒 雷击洞面积那么大 又四处都是静止 哪怕是圆英真君 也无法做到全部探索一遍 他们吃肉喝汤 也会留点残羹剩饭给我们 至于陆道友 就不邀请你 一同去探索雷击洞了 玉林散人微笑着说道 哈哈 道友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陆璇文言 忍俊不惊 我倒是想与陆道友一样 每日待在洞府中 培育灵职 不问世事 不去理会外面的纷纷扰扰 最主要的是 在灵职上的造诣 远远不如道友你 最多只能用它来保障 自己的日常修行 要想使自己修为更进一步 得到更宝贵的 功法神通法器等 那就远远不够了 陆璇保持沉默 她能有今日 不仅仅是明面上的 培育灵职 更主要的是 临职成熟后 收获的光团奖励 一入修行深四海 若是驻足不前 就难以获得更多机缘宝物 不能使自己实力提升 一旦碰上什么风险 说不定就沦为炮灰 甚至是邪道功法材料 玉玲散人脸上 浮现一丝黯然神色 修饰与修饰的悲欢 并不相通啊 陆璇心中暗暗感慨 两人清楚陆璇想法 并没有主动邀请 闲聊一会后 便告辞离去 玉玲道友 王道友 此次前去雷击洞 陆某助你们一切顺利 平安归来 夺得心仪宝物 若是发现有灵种 灵兽幼兽 胚胎 或者其他灵殖相关 可以过来在下洞府 我愿高价收购 临走之前 陆璇不忘打个广告 身家雄厚以后 溢价收购灵种等 对他而言完全不算什么 两人的来访 只是一个小插曲 洞府又恢复到了 平时宁静祥和时光 原因真君相继出现在洞府周围 他所认识的杰丹真人中 也有不少被雷击洞吸引过来 这让陆璇心中 稍稍有了一丝危机感 借着收获的大量 那灵草猪的机会 他索性用它们去催熟 本就已经进入 成熟阶段的冰银草 冰银草只是三品灵植 又距离成熟不远 生长过程中要求不高 全部催熟后 那灵草猪还剩下不少 广阔林田里 百鱼猪冰银草 栈蓝叶片上 泛着点点荧光 如同夜空着满天繁星 蛋白寒气鸟鸟上升 将灵植衬托得如梦如幻 陆璇留下二十余猪冰银草 用来凝重 剩下的全部采摘 一个个微微闪烁的白色光团 悄然出现 密密麻麻 让陆璇心中不由地 充斥着丰收的喜悦 来个几十连抽 他身形一动 如同浮光掠影 刹那间一一触碰 所有光团表面 数十个光团 几乎同一时间碎裂开来 化为漫天细微光点 随即一条条细长光合 涌入陆璇体内 一个个念头 在他脑海中接连出现 收获三品冰银草一珠 获得五年修为 收获三品冰银草一珠 获得四品宝物 冰破完 收获 念头消失 一件件宝物 或是以食物方式 出现在他身前 或是以经验包 灵力方式 直接出现在体内或脑海中 一波又一波的汹涌灵力 如同海浪翻涌 冲击着陆璇经脉 他运转玄天轻微妙法 将海量灵力吸收转化 化为一滴滴淡青灵液 落入丹田汽海中 随着灵液越来越多 他气息随之上涨 心有所感 面露微笑 结单中期了 在改良出冰银草林之后 为了能让自己 稳定大量的获得修为 陆璇并没有在前期收获光团 而是凭借水银草的凝重之法 摸索出批量得当冰银草林种的法子 从而有了现在 百余珠三品冰银草的规模 之前的忍耐在这一刻迎来大爆发 八十余个白色光团里 有着二十多个 带来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不等修为奖励 给陆璇凭空增添近百年修为 让他一举突破到 结单中期境界 修行 不 仲天不到五十年 从一个小方式里的 练气二层小散修 成长到目前 结单中期境界 伪实不易 能有今日修为 全一仗 我平日里心情修炼 加上光团的一点点作用 陆璇厚着脸皮想到 若是没有那掌握 临职状态的特殊能力 以及收获临职后的光团奖励 他早已淹没在滚滚红尘中 哪里能像现在这般长生可期 不说突破到筑基境界 哪怕在方式里 一直苟活下去 都是奢望 他因此更加坚定 自己培育临职 饲养灵兽的想法 外出探索秘境 还要冒着风险 从光团里收获未知宝物 他不香吗 陆璇嘴角上扬 虽说越往后 以他亘古资质 需要的修为以海量计算 但只要有光团在 陆璇心中就充满希望 他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将修为 隐藏至杰丹前期境界 自己晋升至杰丹时 雷火星动有不少人知晓 若是再被他们知道十余年左右 便再次突破到杰丹中期 那恐怕会让他们大跌眼镜 毕竟 自己一直以来的人设 就是一名淡泊宁静的灵职师 生性谨慎 不去与人争夺机缘宝物 天赋也一般 不善斗法 只是凭借灵职上的精深造诣 有了今日成就 要被那些相识到有知道的话 那以他们千锤百炼的坚定心智 也难保不会自生心魔 陆璇心中暗爽 如此想到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八十余个光团中 除了修为外 还开出上十枚冰破丸 若干冰髓灵酿 以及一些冰髓灵酿配方经验包 吸收大量经验后 他仿佛有着上百年配置灵酿的经历 无论是成功率 还是灵酿品质 都与先前提升了不少 晋升节丹中期后 日子并没有明显变化 陆璇没有因为修为提升而大胆外出 依旧是狗在洞府里 培育灵职 饲养灵兽 一间静食内 他盘膝而坐 内里每节骨骼 泛着无数淡金光点 金光玉盛 仿佛透体而出 慢慢流露至肌肤表面 淡淡赤红气息阴晕散出 在他周遭形成一片赤红火焰 火焰中 有一凤凰五行若隐若现 栩栩如生 陆璇深深吐了一口气 凤凰虚影与赤红气息没入体内 融入浑身骨骼中消失不见 七品的琉璃赤凤骨 在淬炼那么长时间外 差不多炼化一半 以现在骨骼强度 加上太碎肉的提升 肉身与普通法宝相比 应该不落下风 陆璇感受着肉身的强悍 心中暗暗感慨道 淬炼将近一个时辰的琉璃赤凤骨后 陆璇又取出一颗 来自百通鬼目上的协议眼球 将其按入自己眼瞳中 一层层淡淡灰白物质 在眼眶内弥漫开来 尽情滋润着陆璇双眼 内部每一细微之处 睁开眼时 眼瞳表面一道灰光浮现 周围一切事物 在他双眼中先毫避现 显露出灵力本源 最后一颗协议眼瞳消耗完毕 以后修炼破旺铜数 就没那么简单了 陆璇暗暗想到 寻思着去哪里 找来一株有关眼瞳的 血液灵质 修炼小半日后 他再次来到灵田 查看灵田里 所有灵质的详细状态 与炼气相关的 四品乌根木 种在乌灵壤中 五品原羊木 则种在盐土中 两株灵质长势 都极为良好 幼苗生机勃勃 在浓郁纯净灵气 与肥沃灵壤的滋养下 有着一股出生牛犊的气势 小湖旁边 五品的雪杖冰玉莲 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花苞被重重 薄玉屏障所覆盖 仿佛在不断积蓄力量 期待有朝一日 破障而出 待在洞府期间 偶尔有天心洞 护卫巡逻经过 陆玄由于 与雷火心动心 使其无恒 交情不浅 又特意去交好 那些天心洞护卫 时不时送去灵果灵江 有一节时下 护卫们对于 他洞府这一代颇为留意 一些不太重要的 秘境信息 也告知给陆玄 这些护卫都是天心洞直属 知道的信息 要比普通节丹真人还要多 应该所言不假 按他们所说 争夺雷击洞机缘宝物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只有最核心的几处静置 尚未破解 不少修士偶然获得机缘 但是有更多人 陨落在这一过程中 甚至前两日 有一节丹后期修士 意外死在一头斜碎手上 近段时间 死在秘境里的节丹真人 已经不下五名 秘境之行 恐怖如斯 陆玄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感慨道 他来到种植着 非雷支的灵田区域 为了阻止这一好动六品 灵芝四处乱跑 当初他还特意不下静置 限制非雷支的活动范围 嗯 今天怎么这么兴奋 他刚一进入静置当中 就看到非雷支化为一道 银白光芒冲向这边 陆玄伸手随意挡住 放下一枚雷暴帘帘子 在他周围 按照以往他总结出的规律 在非雷支生长区域 放下一件雷鼠宝物后 这有着好动症的六品灵芝 马上就安静下来 可今天却显得有些异常 非雷支不断冲击着静置 一遍又一遍地尝试 给陆玄一种 急不可耐的焦躁质感 四品雷暴帘帘子 都不能满足你了 陆玄心中疑惑 正要取出储物代理的五品 太乙雷符滋养非雷支时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我记得非雷支 好像很容易被雷鼠灵物所吸引 看他尝试突破的方向 似乎种植着那一根七品的 乙木青雷藤 难道 陆玄心中一跳 一把抓住涌现出 银白雷芒的非雷支 瞬间便来到种植着 乙木青雷藤的灵田区域 只见巨大青藤扎根在林壤中 数不尽的雷芒萦绕周遭 青藤偏低位置 有一白色光团 正在微微闪烁 居然有如此意外收获 陆玄心中大喜 虽然不知道 正处于迅速生长阶段的 乙木青雷藤为何突然钻出一个光团 但只要能收获到未知奖励 陆玄就不去想那么多 他刹那间来到巨大青藤面前 迫不及待地伸手轻轻触摸光团表面 唯恐慢了几顺光团 就会消失不见 光团碎裂为无数细微光点 光点会合在一起 形成一道雷霆虚影 瞬间没入陆玄体内 与此同时 他脑海中一道念头一闪而过 乙木青雷藤生长到一定阶段 收获无上法门 神霄真法第一重 念头消失 一道淡金雷霆默然出现在陆玄石海内 雷霆有着与细长形态不符的威势 极为霸道地占据石海中心 将另外一件无品宝物运神铁挤到角落里 陆玄临时小心翼翼地进入雷霆中 刹那间有着无数信息洪流汹涌卷来 心神凝聚下 他得知有关淡金雷霆的详细信息 神霄真法 无上法门乃万界大宗神霄门根本修炼之法 完整法门可修炼至化神境界 真法分为五重 每重可吸得雷灵秘法 神通 神霄真法 陆玄惊呼出声 他没想到以目清雷藤带来的这个光团 给了他一个如此大的意外惊喜 功法第一重算是奠定修行基础 可修行制助击圆满 此外还有几种不错雷法 五雷掌 雷盾 鹰水雷 陆玄细细体会着 但经雷痕中蕴藏的修行之法 雷灵秘法 感慨道 源自于七平以目清雷藤的光团奖励 按理说 要比先前开出的 玄天轻微妙法 幽冥真水禁法等要强了许多 毕竟 那些都是五品雷值成熟后开出的奖励 与七品差了两个级别 只是由于乙目清雷藤 还处于生长阶段 到了一定程度后 才只开出第一重弓法 他心中暗暗想到 没想到 这株乙目清雷藤 是继因怀后 出现的第二株年份类雷值 这类雷值随着种植年限的增长 雷值功效也就随之增强 不过记得 先前得到乙目清雷藤的详细信息时 雷值成熟后会 结出相应灵果 或许那灵果 只是乙目清雷藤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因果显现 陆璇心中猜测着 不管如何 能够这么早就从这株七品雷值上 收获到如此宝物 他已经心满意足 回到屋内 略意犹豫 从储物带里取出一片碧青茶叶 正是五品的清净琉璃茶叶 服用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 大为提升修饰物性 随着时间流逝 效果随之减弱 慢慢趋于正常 先前服下的第一片茶叶 已经没有多大效果 陆璇打算再服下一片 好去领悟这 神霄真法第一重 清净琉璃茶叶 刚服下时 效果最强 陆璇在功法上的进展一日千里 一月过去 他来到洞府一处空地 心念一动 雷龙吼右兽 被他召唤过来 银白小兽赶知道陆璇对他的需要 蹦蹦跳跳地赶了过来 陆璇摸了摸他脑袋上的银白尖角 取出一枚雷暴帘帘子 轻声说道 等一下 我会在你身上施展一下最近修炼的雷法 你好好配合一下 让我看看修炼效果 雷龙吼本就是雷鼠异兽 有着上股青角雷丝的稀薄血脉 雷抗拉满 不必担心他修炼的雷法 会伤害到右兽 与洞府内其他灵兽相比 算是最适合用来做实验对象的了 他运转体内灵力 一道雷光极为突兀地从掌心射出 积在雷龙吼背上 雷龙吼背上 出现银白雷芒连衣 雷光被吸收转化得干干净净 银白毛发依旧柔顺光滑 没看见烧焦一根 雷抗这么高 陆旋心里有些受打击 一道道雷光急速射出 积在雷龙吼身上 吼 雷龙吼低声吼叫着 声音如同一道道闷雷 以陆旋对他的了解 听得出他此刻心情极为愉悦 甚至到后面 声音逐渐变得哼哼唧唧 仿佛陆旋打出的雷光 似乎是在跟他挠痒痒一般 陆旋无奈 转身一道 雷光落在一块巨大石头上 雷霆跳跃 石头表面出现一大块焦黑区域 中心部分甚至化为积粉 差点被这雷龙吼弄得没有信心了 陆旋嘀咕一句 神消真法 第一重 他已经初步入门 其中还洗得五雷掌雷法 能够突然打出 让人防不胜防 威力不俗 触窥门镜 就有着相当于普通铸鸡法器的杀伤力 用来偷袭倒是不错 他小声说道 进入灵田中 查看众多灵质 手里的灵雷 以及墨绿雷液 数量不多了 他在培育几种雷鼠灵质后 望着储物袋里 即将消耗完毕的灵雷 不禁感慨的 洞府目前有着不少雷鼠灵质 四品雷暴莲 多达三十株 另外还有数株五品五雷并地花 一株六品紫微炫雷果 以及七品的乙木青雷藤 如此多的雷鼠灵质 对于灵雷 雷液的需求量极大 他上次去雷海搜集到的灵雷 墨绿雷液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 看来得去一趟雷海了 据先前听到的消息 雷吼兽一组领地距离雷击洞 有着极远距离 倒不必担心 碰到吸引进入的众多修饰 陆璇心中想到 普通灵雷还可以从商会购买 或者高价委托其他修饰搜集 到那墨绿雷液就极难获得了 而那墨绿雷液 又是他培育七品乙木青雷藤的关键宝物 哪怕雷海广袤无边 也很难找到珍稀木属雷灵宝物 他也没有打算 将那有着墨绿雷液的宝地 告诉其他修饰 毕竟 那是雷吼兽一族秘地 能够将自己带进去 已经难能可贵 若是自己再将那那处宝地泄露出去 那就未免太不厚道了 他目前修为已经突破到结丹中期 又有众多宝物护体 肉身强度远超普通结丹真人 加上心性谨慎 不打算深入雷海图增风险 种种因素加起来 他对于雷海之行 信心十足 顺便还带着那雷龙吼异兽 回去瞧一瞧 曾经被同族孤立 无父无母的兽小幼兽 如今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 富贵不还乡 那岂不是锦衣夜行 陆璇望着跟在身后的银白幼兽 微笑道 雷海边缘 陆璇站在一处通道口附近 静静看着陆陆续续有修饰进入雷海中 与以往相比 确实热闹了许多 不过 修饰如此之多 能够侥幸得到机缘宝物的又有几个 他心中感叹一声 在决定前往雷海搜集墨绿雷叶后 陆璇便打开两座无品防护阵法 嘱咐好草傀儡看住洞府 急速来到雷海通道口 这位道友 还请出示一下雷火令 还未进入雷海 就有一名结丹真人来到陆璇面前 面露微笑说道 陆璇轻轻点头 取出雷火令 结丹真人确认无误后 这才放他进入其中 普通修饰获得雷火令 需要不少零食 这样看来 掌管雷海通道的天星洞光在这一项 就赚了不知多少 陆璇角度轻奇地想到 从结丹真人亲自检查就可以看出 进入雷海要比以往严格许多 不过 这与陆璇关系不大 他熟门熟路地行走在无数细微雷芒中 嗯 那头经常在通道路边讨食的雷吼兽不见了 陆璇轻一声 有些意外的感慨道 他在第一次进入雷海时 就碰到那头有着肥胖体型的雷吼兽 当时出于好奇 便喂养了他一些铃果铃疆 没想到因此而结缘 认识另外一头一种雷吼兽 更是见到了那头七瓶老妖兽 青角雷四 之后每一次进入雷海 都不忘饲养给他一些妖兽肉 铃果等 可没想到 这次进来却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或许是察觉到异常 暂且躲避风头吧 他心中暗暗想到 以往进入雷海的修士中 以助击修为的居多 那头雷吼兽还能应付 可随着雷击洞秘境现实 进入雷海的杰丹真人 原音真菌俱增 顶尖四品妖兽实力的雷吼兽 就有些不够看了 他生活在雷海多年 占据地形之力 背后又有雷吼兽一族 以及有着原音真菌实力的青角雷四 出问题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陆璇乐观想到 心念一动 头顶高空出现一只灰白眼瞳 在漫天雷芒中急速穿梭 有了虚空眼目的侦察 陆璇主动避开过往修士 免得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等稍微深入雷海 修士数量明显减少 陆璇喉咙里的肾鹰宝珠 轻轻滚动 好 一道如同闷雷的低吼声响起 正是陆璇模拟雷吼兽一组语言 想要将那头一种雷吼兽召唤过来 片刻后 只见一道银白光芒如同奔雷 转瞬就来到陆璇身前 光芒脸去 露出那头一种雷吼兽 熟悉身影 好 他轻易地朝着陆璇吼叫一声 声音中满是欢喜 来来来 这次给你带来好多美味 陆璇取出各类灵果 灵浆 放在一种雷吼兽面前 这还有小半杯原魔酒 不是小气只给你喝一点点 而是因为这灵酒是无品灵酿 你这小家伙喝多了不太好 他特意向一种雷吼兽解释一句 雷吼兽嘀吼一声 表示了解 突然 他眼中浮现一丝疑惑 偏着脑袋 又想起什么 流露出精益神情 这是之前族中那个小不点 他向陆璇传递过来一道念头 没错 就是他 带过来给你们看看 证明我没有的饲养 没有白费 陆璇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一种雷吼兽眼中精益之色更甚 完全没有想到 以前那个瘦小孤僻的同伴成 长到现在这般形态 油光水滑 雷铃充沛 出入争容 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他摇了摇头 依旧不敢置信 好了好了 小友带我去你族中 宝地一趟吧 我需要搜集一些雷液 培育灵职 陆璇嘲一种雷吼兽说道 宝地有着雷吼兽一族 独有禁止 没有眼前这个带路党的话 进入难度斗增数倍 一人两兽 进入宝地当中 陆璇将墨绿雷液搜刮的 只剩浅浅一层 一种雷吼兽 吃人手短 张了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归于沉默 采集到足够墨绿零雷 雷液后 陆璇便与一种异兽 一起进入雷吼兽领地中 领地内的众多雷吼兽 察觉到修饰气息 立马警觉起来 甚至还有些做出攻击姿态 等发现陆璇的面貌后 又相继安定下来 或闭目休息 或追逐雷球 陆璇心有所感 回过头来 只见背后的雷龙吼右兽 正正待在原地 他望着眼前这一熟悉 而又陌生的场景 不知想起什么 化为一道银白光芒 进入一处石洞 陆璇紧随其后 进去石洞后 发现雷龙吼右兽 正站在一个土堆前 嘴里发出震震嘀吼 声音中有着无穷哀伤 他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轻叹一声 静静站在身后 陪伴着右兽 过了片刻 雷龙吼右兽心绪 这才恢复不少 扯了扯陆璇裤脚 一同从石洞里走出 刚一出来 就有一头高大雷吼兽 缓缓走来 站在右兽身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右兽 眼中有着浓浓的 不屑与诧异 不屑是长久以来 养成的习惯 至于诧异 则是由于雷龙吼的 巨大变化而引起 高大雷吼兽没有想到 先前那头任他抢夺食物 七五玩弄的异类 居然有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他感知中 雷龙吼流露出来的气息 已经要强于自己 这个念头一浮现 高大雷吼兽 忍不住退让几步 他察觉到自己的怯弱 打了个响鼻 雷芒白气击事出 有了 高大雷吼兽灵机一动 将一个在不远处游荡的 银白雷球吸引过来 雷球是雷吼兽领地中的 独有宝物 吞浮后 对于雷吼兽 有着极大滋补 有了明显变化 又如何 其他地方能够尝得到 这些罕见雷球 高大雷吼兽 感受着口中雷球的配燃灵气 心中浮现一丝优越感 正要好生嘲讽一下 以前自己看不上的同伴时 忽然 他棱在原地 只见雷龙吼右手前找 正捧着一堆银白莲子 莲子雷光流转 每一枚都不弱于他口中的雷球 啪嗒一声 他口里的雷球 瞬间感觉到不香了 落在地面 滚动几下 又缓缓升空 胡乱飘荡 吼 雷龙吼低吼一声 声音表达出过来 前陆璇寻寻寻教导的一句话语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装 就在那里硬装 陆璇面无表情地看着 用雷暴莲莲子炫耀的雷龙吼右手 心中暗暗发笑 这些雷暴莲莲子 是他在进雷海前交给右手 目的就是为了给回到故地的 他撑撑脸面 在以前看不起自己的同类面前 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相当不错 效果很明显 感受到雷暴莲莲子的纯净雷灵气息 不少雷吼兽围了过来 眼睛都瞪得浑圆 满是羡慕之色的 望着右手爪子里的银白莲子 嗨嗨 陆璇倾咳一声 右手瞬间领会他的意思 飞快将银白莲子收好 随后 引着陆璇在雷吼兽领地内闲逛 就在这时 声声闷雷响起 陆璇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青角雷丝 如同一座小山一般走了过来 一步就跨越数十丈 瞬息就来到他面前 陆小友 又过来看看我这老家伙 这头垂目之兽轻声问道 每一个字落在陆璇耳中 却如同一道道雷霆乍响 是的 许久未见前辈 有些想念 正好要来雷海搜集一些零雷 便过来看望一下前辈 还特意给前辈宁 带来一壶亲手酿制的零酒 陆璇望着七品青角雷四 微笑说道 从储物带里 取出一壶圆魔酒 送至他面前 有心了 青角雷四缓慢说道 酒壶里的圆魔酒 如同一条小溪流 自行流入他口中 哥 在浓烈酒精的刺激下 他忍不住打了个宝格 一道银白雷气 如同利剑一般吐出 将远处一座山峰击穿 陆璇暗暗则舌 感慨于七品妖兽的强大 味道不错 下次再带点过来 青角雷四轻笑着说道 好的 前辈 陆璇爽快答应 他已经从青角雷四这里 蒿莱莫绿雷液 大量雷四精 以及那株六品飞雷汁 白嫖的他 都有些不好意思 区区一点圆魔酒 问题不大 晚辈顺道给前辈您清理一下 那些新长出的雷四精 陆璇提起胆子 向青角雷四问道 上来吧 以前没清理过还好 被你弄过几次后 还是能感觉到轻松一些 雷四精 是他体内易散雷气 与老化身躯凝结出来的一种特殊物质 与身躯融为一体 虽然并不影响青角雷四的实力与行动 但被陆璇清理过几次以后 这头老妖兽就迷上了这种特殊体验 好 晚辈得罪了 陆璇纵身一跃 落在青角雷四背上 临时小心探查着 他身上与血肉紧密结合的雷四精 那头一种右手我看到了 性格比以前开朗许多 实力提升的 也超出我的预料 看得出被你照料得相当不错 期间 青角雷四成声跟陆璇说道 那是晚辈分内之事 雷龙吼右兽在洞府中 颇为乖巧可爱 深得晚辈与洞府其余灵兽喜爱 陆璇脑海中浮现 右兽将胖鸟炸黑的画面 言不由衷地说道 那我就放心了 青角雷四叹息一声 声音如同雷霆滚滚 经久不散 陆璇从他声音中感受到许多 沉默不语 细细清理着他身上的雷四精 与上次相比 相近时段内 雷四精出现的数量要多了一些 这青角雷四的衰老趋势 似乎更严重了一些 他暗暗对比着 最近两次清理雷四精的区别 心里暗暗感慨道 前辈 您身躯里的那些雷四精 已经清理干净了 全部清理好 陆璇顺手将地面上 百余金雷四精收入储物袋里 态度极为恭敬说道 辛苦陆小友了 青角雷四神情和善地点了点头 我这里有一件小礼物 要送给跟随你的雷龙吼 话音刚落 他小山一般的身躯里 涌出道道苍青雷光 随后 一滴青红两色混杂的血液 从口中缓缓飘出 这是我体内的一滴精血 蕴藏着些许上古雷四的力量 给雷龙吼服下后 能够提纯他体内的血脉力量 加快他的成长速度 这如何使得 以前被现在状态 若再是分出体内精血的话 更会雪上加霜的 陆璇望着神情 颓然几分的青角雷四 连忙摆手拒绝 我已经取出来了 你还不收 青角雷四声音提高几分 像是晴空霹雳 炸得陆璇双耳生疼 放心吧 对我影响没有很大 之所以赠予雷龙吼 只是看好他未来的成就 提前送个人情而已 这头弹青巨兽缓缓说道 那晚辈就带雷龙吼 接过前辈的赏赐了 陆璇见青角雷四态度坚定 连忙表示感激 并将雷龙吼召唤过来 让他好好感谢一下老祖宗 我寿远所剩不多 一旦大线来临 唯一不放心的 便是这雷吼兽族群 这个危机一定会直线上升 赐予雷龙吼这低精血 也是为了结个善缘 日后族群出现灭族危机时 还请陆小友与雷龙吼一同过来 帮忙解决一下 青角雷四缓缓说道 雷吼兽族群中 类似雷龙吼这样的一种雷吼兽 还有不下石头 可唯独只有雷龙吼有缘 得到他体内精血 与其说看好雷龙吼未来 不如说是看好陆璇 曾经那头性格孤僻 古怪的雷龙吼被陆璇带走后 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性情得到极大改善 实力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童族 四品雷暴莲莲子 对于他来说像是吃小零食一般 要知道 以青角雷四目前实力 地位也无法做到 尽情享用四品灵果 有着陆璇无微不至的照料 有握到极点的培育条件 雷龙吼又瘦未来可期 他奋出一滴精血 也是为了结个善缘 一旦他死后 雷吼兽族群出现灭族危机 出于这份情面 陆璇可能元首一二 前辈嘱咐晚辈 铭记在心 若是雷吼兽一族 出现什么危险情况 只要晚辈力所能及 晚辈定当竭力相助 当然 晚辈相信 前辈兽员能够延续成千上万载 很难有那一天的到来 陆璇郑重承诺道 为了 还不着痕迹地奉承一句 哈哈 介入小友极言 青角雷四欢快笑道 引起雷吼兽领地理 无数雷霆肆虐 他借着酒精 单足脚下雷霆 如同莲花绽开 回到一处雷池里 刹那间 便有如雷含声响起 在雷吼兽领地逗留一日 陆璇 雷龙吼一人一兽 与青角雷四 以及重雷吼兽词别 重新进入茫茫雷海中 他有意避开雷击洞的方向 在雷海里 搜集着普通零雷 墨绿雷液太过珍贵 只能用来培育六瓶紫微炫雷果 以及七瓶蚁木青雷藤 用在别处的话 就有些暴殿天雾了 雷暴帘 以及五雷并地花等 就用那些普通零雷去培育 搜集零雷过程中 他见识到了 比平常更多的杀人夺宝 有不下陷阱 埋伏其余修士的 也有为了争夺宝物 与同伴殊死搏斗的 他借助虚空眼目 轻浮雨衣 还有土圆密测 等 特意避开修士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并不是担心实力不足 而是陆璇素来与人为善 不愿陷入这些漩涡中 当然 若是有碰上不长眼的 他也不介意顺手解决 给阴间灵田里那些 斜一灵直加点上等肥料 梦 这日 他在一处雷芒浓郁的峡谷 搜集零雷时 忽然 耳畔传来一道低沉牛吼声 嗯 陆璇面露异色 寻声望去 只见十多帐开外 有着一头帐许巨牛妖兽 正直直盯着自己 妖兽浑身如同白玉一般 晶莹剔透 声有单足 脚下灵光浮动 淡淡白光笼罩身躯 流露出一股圣洁纯净气息 看得出他目前的状态不是很好 有缕缕黑气 萦绕在他脑袋周围 想方设法地 钻入巨牛翘穴中 这巨牛妖兽 怎么找到我的 居然连虚空眼目 都没察觉到丁点异常 陆璇神情镇定 内心里却波涛汹涌 心念一动 五品太乙雷浮 从衣袖里滑落到手掌中 虽说在漫天雷芒环境下 虚空眼目的侦察效果大为减弱 可这神秘巨牛 能够悄然出现在自己附近 那也说明其强大之处了 好像没有恶意 反而是在向我求助 陆璇皱起眉头 感受着白玉巨牛吼声中的情绪 现在雷海这滩水 实在是太深了 还是不要给自己增加麻烦为好 再者 也不敢保证 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陷阱 他犹豫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冷眼旁观 他辨认了一下方位 施展雷顿之术 化为一道银白光芒 急速在雷芒中穿梭 片刻后 陆璇轻轻落下 正要反乘回洞府时 忽然 前方凌厉暴动 啪啪一声 一头巨大妖兽掉在他身前 定睛一看 正是刚才神秘出现的白玉巨牛 看得出巨牛的状态 比刚刚还要严重许多 脑袋周围的黑气越来越少 面部一条条蚯蚓状的青黑 细管凸显出来 不断游动 白玉巨牛十分费力地睁开眼睛 仿佛用尽浑身力气 声音嘶哑地 朝陆璇说出 气若游丝的两个字 随后 便陷入沉睡中 一动不动 奄奄一息 只有体内流露出的一丝微弱生机 表明他尚未死去 怎么就盯上我了 陆璇心中疑惑 望着再次找到自己的白玉巨牛 心里有些纠结 他决定 看看巨牛妖兽情况 再做决定 心中想着 丹田内淡青光团微微旋转 一缕青木元气 如同细长小蛇 飞速进入巨牛妖兽体内 随即 他心神凝聚在妖兽巨大身躯上 顿时 有关白玉巨牛的详细信息 出现在他死海之中 玄奎 五品灵兽 体内蕴藏一丝上古异兽魁牛的血脉 乃黎羊道宗护宗灵兽 完全体有着七品妖兽实力 生性圣洁 清净自然之道 金鱼雷法 身受重伤 又被斜碎无面婴虫所侵袭 无面婴虫 斜碎千面虫的半生之物 能够侵入修饰妖兽体内 污染神魂 占据肉身 可用克制斜碎气息的术法 丹药等宝物来将其清除 七品妖兽前列 黎羊道宗的护宗灵兽 陆璇神情震惊 没想到眼前这头白玉巨牛的来头 如此之大 黎羊道宗 那可是黎羊镜的巨拨 有着超然地位 哪怕是海楼商会与天心动合在一起 也远远不是道宗的义和之敌 这护宗灵兽怎么落的这一境点 他心中纳闷 原本不予理会的想法 又有了些改变 现在已经清楚 眼前妖兽的来历 作为黎羊道宗的护宗灵兽 自然不会对我这个天心动 小小的灵芝师散修 有什么阴谋 若是能够将他救助过来 那就借此 能与黎羊道宗搭上关系 说不定就能耗来些高品阶灵种 陆璇想到这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能够一而再地找到我 向我求助 不得不说 你看人真准 他小心谨慎地来到白玉巨牛身前 灵力涌动 双眼出现薄薄灵光 施展破望铜树后 躲在巨牛妖兽脑袋中的无面鹰虫 顿时显现出来 黑气化为一条条身形虚幻的怪虫 朝他无声嘶吼着 陆璇神情平静 运转 玄天轻微妙法 一道萌萌灵力 注入巨牛脑袋中 玄天轻微妙法 极为克制斜碎鹰雾 灵力扫过 侵入巨牛脑袋中的无面鹰虫仿佛烈日积雪 飞速消融 妖兽面部上的蚯蚓状 细管也慢慢软化 只留下一道道清黑印记 看上去极为猙獰 也算是碰上了我 要是碰到其他修士 都不一定发现这些邪虫的踪影 更不用说将它们清理干净了 陆璇心中暗暗说道 饲养巨牛妖兽一缕轻木元气后 他便了解到妖兽的详细信息 而后施展破望铜树 精准找到无面鹰虫的所在 在动用天生克制邪碎的 玄天轻微妙法 这才得以将邪虫解决 脑袋内的无面鹰虫 被清理干净后 这头玄奎灵兽的呼吸 一下变得沉稳许多 陆璇略意沉吟 从储物代理 取出一枚四品狄尘丹 将其送入白玉巨牛口中 随后 指尖涌出一缕缕轻木元气 注入灵兽体内 治愈它受伤身躯 为它恢复生机 猛 片刻后 白玉巨牛悠悠醒来 望着眼前的陆璇 感受着体内逐渐好转 满是感激的嘀吼一声 你身受重伤 又刚经历斜碎侵袭 必须得好好休养一阵 若是没有好去处的话 可愿随我一同去我洞府 陆璇语气柔和地说道 这头七品玄奎灵兽 它拐定了 听到陆璇这般询问 白玉巨牛神情浮现犹豫之色 随后 起身单足顿了顿地面 脚白灵光如同零零波光四散开来 巨牛侧耳倾听 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答复 于是朝着陆璇低吼一声 点头同意 好 那就跟在我身后吧 陆璇微笑说着 脚上轻浮屡灵光涌现 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射向无数雷芒中 你是跟你主人 一同进入雷海的吗 怎么走散了 路上 陆璇旁敲侧击 向白玉巨牛打听着各种消息 白玉巨牛不时低吼着 向陆璇传递过来一道道念头 从他传递过来的信息中得知 陆璇得知他因为在探索秘境时 碰到意外与同伴分开 又身受重伤 被斜碎侵袭 察觉到陆璇身上的浓郁草木灵气 以及激进于吾的血腥气息 便决定向他求助 巨牛妖兽 目前有着无品实力 只是突破十日不长 尚未完全炼化横骨 只能偶尔艰难地说出几个字 将近一个时辰后 一人一兽 顺利回到洞府外面 陆璇临时扫过 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后 打开幻灭武行镇与云竹剑镇 将白玉巨牛带入洞府中 刚一进入洞府 感受着里面浓郁到极点的草木灵气 这头七品玄奎同龄般的双眼 不由得一亮 贪婪吸收着 洞府一众灵兽围了过来 好奇地望着白玉巨牛 你先休养一下 等候我再给你检查一遍 以防体内还残留有斜碎气息 陆璇柔声说道 眼前这头七品玄奎可是大宝贝 他自然得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然 到十里阳道宗的修士找上门来 怎么好去交差谈条件 半日后 他将灵天里众多灵职培育完毕 找到在山谷里与雷龙吼 清月灵玩耍的白玉巨牛 这头七品玄奎 虽然目前有着相当于 结单修士的实力 可却是孩童星星 与雷龙吼他们倒是合得来 陆璇将他带到院子里 让他躺好 邪碎极为诡秘 谨慎起见 还得从你体内抽取些许精血 以防邪碎气息 融入血液中 非真法器有点大 你忍耐一下 看到躺在面前 任他摆弄的七品玄奎 他不由得有几分心痒痒的 忍不住想抽取一瓶玄奎精血 这一切 只是为了做个更全面的检查 并不是为了贪图那点灵兽精血 玄奎灵质颇高 想必是能理解我的 哪怕被黎阳道宗的修士之导 在涉及宗门护宗灵兽的健康面前 也不好说我什么 陆璇心中暗暗想道 好了 暂时没有什么大问题 陆璇给玄奎服下几颗 滋补气血的三品丹药 语气轻松地说道 随后 他从储物代理 取出各种灵果灵浆 送至玄奎异兽面前 洞府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只有一些我培育酿制的灵果灵浆 给你尝尝 他出于补偿玄奎精血的想法 温和说道 烈焰果与冰锣果 虽然只是二品灵果 但搭配着在一起有着奇效 能享受冰火两重灵力 在口腔内的绝妙刺激 玄奎将信将疑地吞下冰火两灵果 感受着两种不同属性的灵气 与灵果本身清香气息 结合形成的美妙滋味 舒服地眯起了双眼 还有 这是弥仙桃灵果 滋味无比鲜美 品尝时就像是 尝到初恋的滋味 陆璇又拿过来一枚粉白灵桃 灵桃形状极具诱惑 仿佛轻轻一咬 就有满腔之水 玄奎灵寿望着他手中弥仙桃 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四瓶的雷暴莲莲子 算是雷火心动的特产品 别具风味 吞浮时会有雷霆在口腔内爆炸的感觉 酥酥麻麻 回味无穷 他紧接着取出一枚银白莲子 送入玄奎口中 白玉巨牛面颊鼓起 隐约听到 嘴里发出噼里啪啦的雷霆炸响 随后 一道白烟如同利剑射出 许久才散去 够不够劲道 陆璇看他这般模样 微笑问道 玄奎忙不迭点头 表示同意 不愧是七品灵兽啊 哪怕不是完全踢 四品的雷暴莲莲子 对于他而言 也没有什么影响 不像胖鸟 刚吃下时 羽毛都被炸黑 当然 也有可能与这灵兽的血脉有些关系 奎牛之后 对于雷鼠灵雾比较适应 陆璇在心中暗暗想到 他又取出百果灵浆 玉洗灵露 冰髓灵酿 甚至五品原魔酒 让这七品玄奎 喝得忘乎所以 沉沦其中 喜不喜欢这些灵果灵浆 他好奇向白玉巨牛问道 No 玄奎欢快低吼道 他虽为黎阳道宗护宗灵兽 也无法做到 把这些四品灵果灵浆 当作零食吃 在陆璇洞府中 却做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他本身清静自然之道 蕴含浓郁生机的灵果灵浆 甚何他意 某种意义上来讲 在陆璇洞府中过得 比在黎阳道宗中还要舒适惬意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一日 陆璇正在灵天里培育灵直时 洞府外面响起一道青蟒声音 在下黎阳道子摇清月 过来拜访道友 不知道有可否方便一见 黎阳道子 陆璇临时扫过 顿时察觉到 站在阵法外面的一名轻易青年 青年身穿道袍 剑眉心目 气质出尘 背负一柄斑驳古剑 静静站在那里 便流露出一股自然而然的道玉 协谈后期修为 不愧是黎阳道子 据传每一名道子 天赋乃百万里挑一 同时还是原音真君的预备意 几乎可以预见到 能顺利晋升原音境界 这名黎阳道子 并没有隐藏自己修为 陆璇临时赶之后 不由得心中一礼 姚道友驾铃 在下洞府棚必生辉啊 陆某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他连忙打开阵法 赢了出去 原来是陆道友 陆道友客气了 在下此番前来 只是为了宗内灵兽 因为意外 与他走散 寻找他的气息 一路来到陆道友洞府 道友可否行个方便 让姚某与那聂处见见 轻易青年话音刚落 那头白玉巨牛 则自己从洞府里走了出来 三不一回头 脸上露出明显的 不情不怨神色 来到青年生前后 又左顾又盼 仿佛不认识眼前青年一般 你这聂处 居然从秘境跑到这里 让我一通好找 现在好 连我都不认得了 姚清月神情威严地问道 玄奎灵兽哼唧一声 望了望青年 又回头叮嘱陆璇 怎么 我来接你还不乐意 想让师叔亲自过来找你 mo 听到轻易青年这句话 白玉巨牛声音低沉地吼叫一声 走到他身旁 姚道友远来时刻 不如去在下洞府做作 品尝一下在下培育 酿制的灵果灵浆 陆璇面露微笑 盛情邀请道 黎阳道宗的道子寻了过来 不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结识一番 那玄奎异兽岂不是白救了 好 那就掏扰陆道友了 姚清月点了点头 陆璇刚刚就下宗门护宗灵寿 若是这点请求都拒绝 那未免显得自己太不近人情了 道友这边请 陆璇将姚清月迎入洞府 玄奎一看还能留在这里享受美味 心情一下愉悦许多 单足一蹦一跳地跟在两人身后 陆璇端上灵果灵浆 主动提起与玄奎的相遇情况 前两日 陆某在雷海里搜寻灵雷时 这头灵兽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生机微弱 还有邪碎试图侵袭 我看他可怜 又不像是那般野外妖兽 便出手相救 清理掉他体内的邪碎 并将他带回洞府 没想到 竟是黎阳道宗豢养的灵兽 陆璇半真半假地感慨道 原来如此 姚清月恍然点头 这头七品玄奎灵兽 对于气息极为敏感 清静自然 不喜杀戮 或许是察觉到 道友身上的纯净草木灵器 这才过来寻求 陆道友你的帮助 能在陆道友出手相助下 留得一条性命 也算是他福源深厚了 这大白牛 竟是七品灵兽 怎地会与姚道友你们走散 听到姚清月这话 陆璇脸上 恰到好处地浮现一丝惊意 虽是七品灵兽 但目前实力 仅仅相当于杰丹前期 至于走散缘由 雷海雷击洞秘境出现后 有师叔带领我们几名师兄弟 过来探索 由于玄奎本身血脉特殊的缘故 也就顺便带了过来 看能否让他得到一份机缘 可没想到 雷击洞的凶险 还要超过我等预料 在秘境中心地带 遭遇几头强大邪碎 不敌之下 被迫走散 我费了不少力气 解决掉一头极为邪义的邪碎 但也受伤不小 等恢复后 这才循着玄奎的气息 找到陆道友这里 姚清月缓缓说道 雷击洞秘境在下有所耳闻 没想到已经如此凶险了 竟然连黎阳道宗的修饰 都陷入险境 陆璇道西一口凉气 姚道友可否跟在下 详细说说秘境情况 毕竟在下洞府在雷火星洞里 与秘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接着问道 雷击洞秘境 已经被探索得七七八八 但越往里深入 遭遇到的禁止 邪碎等就越强大 已经有不少杰丹真人死在气息 据我所知 甚至还有原因真君受伤不小 当然 更多修饰是死在同类手中 姚清月神色复杂地说道 这是无法避免的 想要争夺机缘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超过其他同样想法的修饰 也就意味着 必须踏在其他人的海骨上 才能一路攀升 陆璇不知想起什么 唏嘘不已 陆道友就在雷火星洞 占据地利 没有去探索雷击洞秘境 青年好奇问道 也曾有过获得天大机缘的想法 不过还是有着自知之明 我只是一个散修灵直师 天赋一般 又没有丰厚家世背景 能够凭借一点灵直师天赋 走到今日这步 狗活在洞府内 培育心爱灵直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陆璇语气低沉地说道 完全沉浸在 自己普普通通灵直师的人设当中 他这番发自肺腑的话 让姚清月不由地沉默下来 他自幼便是天之骄子 拥有最好的天赋 最上等的修炼条件 法器服路丹药等应有尽有 一路顺风顺水 对于陆璇 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各有各的修行道路 说不定陆道友在洞府内 便有着机缘过来 他半天找到一个别角理由 安慰陆璇道 这你都知道 陆璇心里一凸 神情镇定 对了 陆道友 此番多亏你拯救这头七品玄奎 避免他死在邪碎手下 这柄五品飞剑 乃我在杰丹前妻所用之物 品质不俗 便送给陆道友你 作为酬劳 姚清月从储物带里 取出一柄水光炼焰的飞剑 递给陆璇 这可使不得 陆璇连忙摆手拒绝 陆某只是顺势救下 这五品飞剑太过贵重 我又不懂什么剑道 落在我手中 只是浪费 他手中五品剑道宝物 都有好几种 没必要再多一柄五品飞剑 既然陆道友心意已决 那在下也不勉强 只是道友救下宗门灵兽 必须得好好感谢一番的 我看陆道友你培育了不少灵职 可惜我 目前身上没有相关宝物 不如这样 等此件事了 我去宗门宝库 替道友找来一枚灵种如何 那就多谢姚道友了 陆璇等的就是这个答案 没有犹豫 点头同意 这里有一壶圆磨酒 陆某费了不少功夫 才酿制出一缸 尽力醇厚 还能够滋补血气 便送于姚道友你品尝品尝 他递给姚清月一个满是金黄灵亮的酒壶 若是友缘再见 给你带点更好的灵果灵将来 他又偷偷传音给玄奎灵兽 梦 白玉巨牛嘀吼一声 满是不舍地跟着姚清月植入清明 瞬间消失不见 也算是与这梨阳道子结了个善缘 至于会带来什么果 那就不知道了 陆璇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他心情愉悦地来到灵田里 查看着每一株灵植 要什么机缘宝物 这灵田里不遍地都是 他望着浓浓白雾中各株灵植生机盎然 长势良好 不由地感慨道 突然 种植在剑草的灵田区域见光大圣 似乎有无形剑气在那里肆虐 分光遁影剑草成熟了 陆璇心中一喜 他身形一闪 如同浮光掠影 瞬间来到种植这剑草的灵田区域 越靠近那株无品分光遁影剑草 就越能感受到其剑气的强大 剑草形态模糊 若不细看 很难发现其笔直剑身 一道道无形剑气在剑草周围游动 诡秘莫测 变化万千 激起一丝丝微不可见的半透明剑气涟漪 陆璇心神凝聚在分光遁影剑草植株上 顿时发现下方的进度条已经完全拉满 两株无品剑草 虽然种植的时间相差不多 但由于陆璇先领悟杀生剑草 后再领悟出分光剑草 不是同一时间培育 因此 白骨杀生剑草剑草成熟的时间 要早了不少 它手掌出现淡金光芒 无形剑气落在肌肤上 丝毫无损 随后 小心翼翼地 将分光遁影剑草 从羚羊里采摘出来 心神凝聚其上 分光遁影剑草 无品灵直 以无形分化剑气培育而成 可用来祭炼成法宝 使用时能释放出无形剑气 剑气随意分化 变化莫测 令人防不胜防 无品剑草 天生剑气 不弱于大多数无品非剑 陆璇爱不释手地 端向着手中无形剑草 不禁感慨道 随即 他将其收入掏虫囊中 目光完全被悄然浮现的 白色光团所吸引 又到了收获灵直 开光团的环节了 在陆璇印象中 剑草灵直光团里 开出的宝物 无意不是精品 他因此 对于这个光团 有着格外期待 伸手轻轻触碰光团表面的瞬间 微微闪烁的光团 如同泡沫一般碎裂 炸起漫天细微光点 光点飞速凝结成 一道虚幻浮露 瞬间没入陆璇体内 脑海中一道念头随之浮现 收获无品分光 遁影剑草一株 获得六品宝物 无相冰破剑幅 念头消失 一道白玉一般的浮露 出现在陆璇身前 浮露只有八掌大小 形如小剑 寒气森森 内里似是一片虚无 宁神细看下 才能发觉 如同鱼群游动的万千无形剑气 剑气锐利冷冽 似乎要将陆璇的灵石冻住一般 他心神凝聚在白玉剑幅上 顿时了解到 有关他的详细信息 无相冰破剑幅 六品浮露 乃洞玄剑宗 亦原因真君 以万年冰破 融入无上剑气炼制而成 可瞬间释放出万千无形剑气 剑气无形无色 风锐无匹 可使神魂凝滞 全力激发剑幅时 可轻松重伤乃至灭杀结丹中后期修饰 六品剑幅 能轻易灭杀结丹中后期修饰 陆璇消化掉脑海中浮现的信息 心情愉悦 这六品的无相冰破剑幅极为强悍 可以说是继六品 郑玉金刚向后 他的另一杀手锏 某种意义上来说 杀伤力还要略胜 郑玉金刚向一筹 光这一枚六品剑幅 就抵得上数百孝海剑幅 大日剑幅了 他心中不禁感慨 略微感受一下 剑幅内部的万千无形剑气后 这才将其收入掏虫囊里 至于这五品分光盾影剑草 无形剑气诡秘莫测 完全可以留着自用 已经炼制成法宝的孔雀明王剑为主 修炼两大五品剑爵的白骨杀生剑草 与分光盾影剑草为辅 一个杀性极强 一个分化无形 完全可在不同情景下使用 他心中暗暗想到 收获一枚六品剑幅 让他心情大好 神态轻松地查看着灵天里的众多雷芒剑草 可惜 当初从天剑宗后来的剑草 都已经相继成熟 只剩下这些改良出来的三品雷芒剑草 若再想从高阶剑草里 收获剑道宝物 要么将这些雷芒剑草 改良成五品剑草 要么就是 从海楼商会 或者其余地方搜集得手 不过 以高阶剑草的珍惜程度 以及几乎只在 洞悬剑宗修饰中流通的兴致 这种途径 有点痴心妄想 好在现在有了洞悬剑碑 那一特殊六品宝物 第一张法子成功的可能性还大一些 陆旋望着满地雷芒剑草 暗暗感慨道 不远处 洞悬剑碑斜插在灵壤中 不断有纯粹剑意弥漫开来 滋养刺激着灵天里的众多雷芒剑草 在这样绝佳的剑意环境下 雷芒剑草的生长势头极为不错 剑草植株上 有着一道道细微雷光跳跃 剑气肆虐 将地面鳞壤切割出一道道细小银白剑痕 陆旋施展灵羽树 木生树等 竭力满足着雷芒剑草 对于生机的需求 随后又挥动风雷剑 用一道道风雷剑气 进一步滋补着剑草 随后 他一步一步踩着灵气 来到阵法高处边缘 五株形态神异的幼苗 出现他眼前 幼苗长约三寸 金蛋折射出万千璀璨星光 不断闪烁的细长根须 深深扎入留在蜘蛛周围的星辰灵矿里 小小叶片上星光点点 不断洒落下来 极为炫目 这五株五品星辰果 总算是生根发芽了 陆璇望着种植在高空上的星辰果 眼中浮现满意之色 除了灵植自行吸收星辰之力外 还得帮他们 找来一些星辰相关的灵矿 上次在古玉轩里开股时 获得的那一四品星辰灵矿 还远远不够 只能用于它们前期生长 陆璇轻轻落下 来到种植着那一准七品的 颠阴导养果灵值前 灵种已经长出一根小小幼苗 幼苗黑白两色混杂 又清晰分明 相互处于一种若疾若离的状态 没有阴阳宝物的滋养 这颠阴导养果 生长到这般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今后最多缓慢生长一些 若想正常培育直至成熟 还必须得找来一处 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 陆璇心中有些发愁 高阶灵值培育条件 除了灵气灵壤等基本要求 还具有各种特异之处 若是无法满足 那就很难顺利将其培育成功 先前那株六品的原磁灵木 它就是在许久之后 才找来一些原磁灵矿 这才使它进入迅速成长阶段 眼下 星辰果 滇鹰导养果 以及那株尚未发芽的八重宫 目前还无法做到充分培育 好在灵值品阶越高 收获的光团奖励也就越丰厚 为了开出更好宝物 这点辛苦也值得 他不由地感叹 这日 陆璇正在洞府培育灵值时 临时感知到洞府外面 一道熟悉气息 出声招呼道 徐道友 今日又是你巡查这一地带 洞府两三里外 一名结丹真人 带着四名驻鸡 圆满修饰路过 修饰名为许成 结丹中期修为 由于雷击洞秘境出现 大量结丹修饰 涌入雷火星洞 为了更好的保证 足处在星洞里面的修饰的安全 天星洞加大巡护力度 派遣多名结丹真人 轮番巡视 陆璇有意交好 时不时送上一些灵果灵浆 加上他本身 与其无恒星矢极为熟悉 也就给天星洞巡护修饰 留下深刻印象 路过他洞府时 检查得更加仔细 原来是陆道友 这几日轮班到在下 就带着几名护卫 在这边看看 许成见陆璇出现 拱手笑道 他对于这名散修灵值师 颇有好感 有着 能让新史大人刮目相看的灵值造诣 又与世无争 慷慨大方 时不时送来滋味美妙的灵果灵浆 这样的好租户 还去哪里找 许道友 还有几位道友 寻查辛苦 不如来再下洞府小酌一杯 陆璇微笑问道 那好 又能享受到陆道有酿制的上等灵酿了 许成喜出望外 主妇几名住姬圆满修士守在外面 独自进入陆璇洞府之中 几名修士没有任何怨言 毕竟修为低了一个大境界 留在外面反而更自在一些 许道友 请 两人进入院子里 陆璇给许成沏上满满一杯冰髓灵酿 许成引下一小口 闭上双眼 感受着灵酿在口腔内的变化 缓缓吐出一缕冰寒气息 不愧是冰髓灵酿 那缕淡淡冰凉气息 似乎进入骨髓一般 让人浑身透彻清零 他出声赞叹道 许道友谬赞了 陆璇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两人闲聊几句 在下一只待在洞府中 不知外面情况 不知许道友 能否告知一下雷火心动近况 他向许成问道 与前段时间相比 倒是没有多大变化 只是有些修饰在雷海里 没占到什么便宜 出来后起了些歪心思 想在雷火心动里 埋伏偷袭他人 我前几日就碰上一粒 费了不少功夫 才将那人击杀 只是不留神 被他临死之前施展的秘书 给碰了下 许成声音低沉地说道 没什么事吧 陆璇面露观心 无妨 那一些术 被我这护甲挡住 只受了一点点内伤 几日就恢复正常了 许成拍了拍 披在身上的青黑护甲 见陆璇目光扫来 胸膛挺了挺 有意无意地展示着 护甲上面 无数繁蜜晦色的符文 这五品护甲 乃天心动 为我等量身打造 防护能力极强 能抵御大多数法术 法器 在同阶防御法器中 属于前列 他语气淡然地说道 许道友有如此上等防御法器 着实让在下羡慕不已 可惜 我没有多于零食 去弄得那等防护宝物 若是碰上什么危险 那就只能靠肉身硬抗了 身穿一袭青衫的陆璇 笑眯眯地说道 眼中浮现一丝 恰到好处的羡慕 哈哈 陆道友在灵直一道 有着如此造诣 想必很快就能得到 心仪防护宝物的 许成朗生大笑道 好了 许某还有药物在身 不便久留 就此告辞 等下次再过来 好好与道友你畅饮一番 他巡查雷火心动的任务 还没完成 没有做多久 就向陆璇道别 没问题 那就不耽误许道友 这里有些灵果灵江 还请许道友 带给洞府外面几名道友 陆璇微笑着 递给许成一些灵果灵江 陆道友有心了 许成拱手感谢 提着灵果灵江等 飞速离开洞府 等几人身影彻底消失 陆璇开启防护阵法 继续安心培育灵直 突然 他察觉到洞府边沿的小湖 传来一阵灵气异动 临时扫过 瞬间了然 那条被离火焦与岩甲龟 无形霸凌的青角龙里 终于突破至四平了 他不禁感慨道 小湖面积有限 有着血脉天然压制的离火焦 以及活泼顽皮的岩甲龟 那条小透明青角龙里 不得不缩在角落里 自行挖掘出一个小小巢穴 这一切都是他自发之举 陆璇不好干涉 只得任由他自然生长 饲养多年后 终于在今日 晋升成四品灵兽 他急速来到小湖边 只见龙里体型修长 身躯表面 有着密密麻麻的身青灵甲 两条长长鱼须 一直拖曳到身后 游动间 仿佛有着蛟龙在水中舞动 头顶还生有一根苍青鸡脚 此刻 鸡脚上出现一个灵气漩涡 源源不断的灵气进入漩涡中 被青角龙里吸入体内 啊 一声低沉龙银响起 龙里气息猛地上涨一大截 一举一动间威严十足 正想跃出水面 好声发泄一番 可又察觉到 不远处离火焦的气息 感受着血脉深处传来的战力感 又悄然缩回巢穴中 陆玄哭笑不得 灵力将水面上的白色光团吸引过来 轻轻触碰下 光团无声碎裂 照耀的水面出现零零白光 漫天细微光点 瞬间涌入陆玄体内 青角龙里 晋升为四品妖兽 收获无品宝物黑胶灵 念头消失 一块长宽半丈左右的巨大鳞片 出现在陆玄面前 鳞片呈幽黑色 质地极为坚硬 隐隐能感受到强大蛟龙气息 陆玄心神凝聚其上 顿时了解到巨大鳞片的详细信息 黑胶灵 无品宝物 源自一头无品黑胶的精华鳞甲 有着极强防护力 可炼制成盾牌 护甲内防御法器 无品材料 平平无奇 陆玄心中古井无波 暗暗评价道 之前从光团里开出的无品悬钢甲 他都没看上 这块还只是材料的黑胶灵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找个机会 放到有间杂货铺里去 他做出决定 随后 心中猛地出现一道警觉 陆玄啊陆玄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连无品宝物都看不上了 这黑胶灵 完全可以炼制成一件无品 强力防护法器 这都入不了你的眼 难道这就忘记了 当初还是小散修时 几枚灵石都弄不到的窘迫情形吗 不行 必须得引起警惕 他深深吐了一口气 目光上下打亮着身前巨大灵片 这一戏看 更普通了 虽说这无品的黑胶灵 对于目前的陆玄来说形同鸡肋 但能炼制防御法器的上等材料相当珍惜 放在杂货铺里 还是能带来不少灵石 陆玄将其收入掏虫囊里 来到阴间灵田里 刚一进入 浓郁阴气扑面来 陆玄正要逐一查看 众多协议临职状态时 一张艳丽皮囊从天而降 附在他身上 艳丽皮囊不断蠕动着 仿佛要融入陆玄血肉中一般 眼前出现萌萌烟气 一名不着寸缕的女子 尽情展示着自己妙慢身躯 似乎要将她引入无穷玉海中 陆玄不为所动 一道氢气流经全身 将艳丽皮囊震开 皮囊飞速缩小 回到原处 这艳丽皮魅惑能力越发强大了 若不是我心智坚定 临时强大 还真有可能着了她的刀 被她吸掉皮囊 取而代之 陆玄望着脚下 越发鲜活灵动的艳丽皮 不禁感慨道 与先前相比 艳丽皮成长了不少 皮囊上出现了更多艳丽纹路 目光落在上面时 似乎血肉乃至神魂 都要被其吸走 陆玄从掏虫囊里 取出一具妖兽尸骸 极为熟忍地将皮囊分割下来 扔在艳丽皮上面 妖兽皮囊还没接触到艳丽皮 只听得吸溜一声 就被她吸了个一干二净 不留下钉点痕迹 刚饲养完艳丽皮 一颗粉红大肉丸 蹦蹦跳跳地来到陆玄面前 正是被血肉气息吸引而来的肉灵神 大肉丸脑袋顶上的眼珠 死死盯着那一大堆血肉 皮毛飞舞 露出里面一张张锤 闲不已的怪嘴 陆玄轻轻点头 取出妖兽新鲜脏气 是一肉灵神可以开吃 大肉丸兴奋的一蹦三丈高 一声清响 上千斤血肉 顿时消散一大半 化为一棚血雾 飞速落入口中 这投灾及斜碎成长速度确实惊人 已经大约有着相当注击 圆满修饰的实力了 不过胃口也越来越多 先前存下的妖兽尸骸 已经所剩不多了 得去找一处稳定货源 陆玄暗暗感慨道 艳尸皮与肉灵神 各自饱餐一顿后 若大一具妖兽 只剩下一些干瘪血肉与骸骨 他将那些血肉 放到幽泥肉里 给这一鞋一铃壤 增添几分肥沃 至于骸骨 也放在六品海魔灌磷之前 给他提供一些 搭建白骨灌胎的材料 角落里 已经成长到半丈多高的 薩姆树妖症 疯狂攻击着前方 一条条直干 仿佛长枪一般飞速射出 树干上浮现出来的苍老面孔 咬牙切齿 模糊眼瞳中 似乎能感受到 强烈的战意与怨恨 看着攻击姿态 好像是在模拟 跟妖鬼疼的战斗 薩姆树妖攻击方式不断变化 仿佛前面有着一名无形敌人 陆璇见此 哭笑不得 妖鬼疼此刻 正在弥仙桃温柔香里 乐不思数 而薩姆树妖 还在复盘他们之间的战斗 灵直与灵直之间的差距啊 陆璇摇了摇头 取出隐魂灯 控制着几头强大阴魂 从惨白灯竹里飞出 尽数用来培育食鬼恶藤 这些阴魂都过于老实了 食鬼恶藤吸食后 成长事态一般 无法形成邪义功效 要想尽情发挥它的特性 还得弄来一些恶鬼来滋养 陆璇暗暗感慨道 看来得去风渊心洞走一遭 补充一些恶鬼邪灵 再看能不能找到 一处合适洞府 将这些邪义灵直迁移过去 此外 之前收获的一些邪义灵果 以及宝物等 在那里出手更方便一些 洞府里灵直越来越多 灵天面积已经有些捉襟见肘 加上邪义类灵 只与普通灵直生长环境相冲突 陆璇突破至结单中期后 便有了再去找一洞府的想法 欢喜心洞环境单一 更适合玩乐享受 陆璇已经将它排除在外 至于剩下的风渊心洞 则需要好好考察一下 顺道补充一下 培育灵直的阴魂血肉等材料 数日过后 还没等它外出 洞府便迎来一名不速之客 可是陆道友洞府 在下司徒园 前来拜访道友 陆璇临时扫过 察觉洞府外面 站着一名寿高道人 道人有着结单中期修为 正仔细端向着幻灭武行阵 原来是司徒道友 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陆璇临时扫过 没有在周围发现其他异常 身形一闪 来到洞府边缘 打开阵法 将寿高道人迎了进来 平道对阵法略有涉猎 陆道有外面这两座阵法 倒是各具神意 颇为不错 寿高道人 出声赞叹道 他第一次前来陆璇洞府 没想到这名结单前期的灵职师 居然在洞府外面 布下两座无品防护阵法 司徒道友谬赞了 陆璇朗声笑道 在下长年累月待在洞府 里面又有众多灵职 几乎算得上是我全部身家 所以不惜花重金 尽可能地提高洞府防御级别 他半真半假地说道 两人进入院子里 陆某应该与司徒道友第一次相见 不知道有前来所为何事 陆璇端上灵果灵茶后 好奇问道 在下在雷海探索雷击洞秘境时 曾听其他道友提起 说陆道友愿意高价收购灵种 不知可有此事 寿高道人 放下手中茶杯 陈生说道 没错 我这人极为痴迷各种灵职 越是珍惜 越是喜爱 只可惜自身实力不够 没有强力宝物 也不善斗法 只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期待能弄来一些心仪灵种 听到寿高道人这话 陆璇心中不由得一喜 果不其然 司徒元接下来的话 立刻印证了他的猜想 平道侥幸在一斜碎巢穴里 获得一股怪灵种 不知其事何来历 听说陆道有喜爱 搜集各类怪异灵种 便过来碰碰运气 是吗 还请道友去拿灵种出来 让陆某看看 陆璇微笑说道 没想到 之前打出去的广告 已经出现成效 雷海深处秘境 吸引了大量结单 甚至不乏原因真君 他处于谨慎 不愿冒险前去探索 便想到了这样一个法子 特意告知自己 结识的几名结单真人 说愿意高价收购 秘境得来的高阶灵种 本来只是放的口风 没想到真有修士 携着灵种找了过来 我虽然没法去争取机缘 可机缘太有流通性啊 这不就来了 他心中狂喜 寿高道人闻言 轻轻点头 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枚怪异灵种 灵种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棵树柳 但又与树柳 有着很大区别 红白两色混杂 有着血肉纹理 表面还有许多血管 经脉一样的细管 胡乱缠绕在一起 灵石落在上面时 能察觉到灵种内部 隐隐传来的深深恶意 这真是灵种 看上去 未免太过古怪了 陆璇面露诧异 表现出一个 从未见过此等 邪义灵种的生涩模样 确实是灵种 频道研究了许久 又向一名 擅长培育灵直的 结单好友请教过 可以确定 六品灵种无疑 寿高道人缓缓说道 六品灵种 不知司徒道友 可否让在下验证一下 陆璇试探着问道 行 只是得在频道视线内 还请陆道友谅解 没问题 陆璇点头同意 拿着灵种 来到距离院子 最近的一块灵田 随后施展地影树 将怪异灵种 放入灵壤裂缝中 装模作样地探查一番 随后又施展出一道灵雨树 滋润着灵种 心神悄悄凝聚在灵种上面 有关灵种的详细信息 瞬间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鬼流妖目 六品灵植 五品灵目 长期受灾 及邪碎散播的 灵鬼菌清洗影响后 一变而成 培育使鬼流 需要吸收各种血肉 魂魄氓氧分 成熟后 内部会结出一个鬼胎 鬼胎协议特性 是培育条件而成 可以直接服下 大幅增长鬼修灵力 或者可以用来修炼 鬼道神通 喂什么样的料 结什么样的胎 六品协议灵种 陆璇心中惊喜 表面却保持着镇定 不愧是能够吸引 原因真菌的秘境 流传出来的灵种 如此不凡 至于协议不协议的 能够收获光团就够了 管不了其他 他心中暗暗想到 目前洞府中 虽然有着大量高阶灵植 但六品灵植的 依旧只有少数 能够再获得一种 对他而言 算是意外惊喜 他虽然对于这枚 六品协议灵种 志在必得 可表面却没有显露丝毫 动作自然地 将树硫状灵种取出 交还给寿高盗人 陆导游检查如何 寿高盗人 临时扫过灵种 确认 无误后 面带笑意 向陆璇问道 确实是一枚 高品阶灵种 不过七品阶 还有带商榷 毕竟某些 无品灵种的 蕴藏的生机 也与这枚灵种 相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 无法得知 灵植具体品种 自然也就不知 小他的培育方式 陆璇微微摇头 开始压价 不知司徒道友 愿意以什么价格 出售灵种 寿高盗人略意成瘾 陆道友也清楚 这枚灵种 来自于雷击洞秘境 得来不易 差点与命在一头 恐怖邪碎下 加上品阶 基本为六品灵种 世间罕见 道友想要的话 十四万下品灵石 可以拿走 十四万灵石 陆璇惊呼出声 一副无法置信的神情 随即 面色一冷 陆道友不是说 高价收购 罕见灵种吗 这个价格 虽然有些许易假 但能得到这么一枚 珍惜灵种 也算是值得了 寿高盗人 陈生说道 是愿意高价收购不假 但并不意味 陆某想当冤大头 陆璇摇了摇头 那平道让一步 十三万灵石如何 寿高盗人 见陆璇态度坚决 主动降了一万 司徒道友 想必你也 从你擅长灵直的 结单好友那里得知 这灵种品种未知 培育方式未知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 来自于神秘雷击洞 诸多未知条件下 培育失败的概率不小 也就是说 陆某那么多灵石 有可能打水漂 收获不到任何东西 你让我怎么乐意 冒着这么大风险 去获取这样一枚未知灵种 陆璇言辞恳切 表现得极为真诚 陆道友所言 是有几分道理 那道友愿意出价多少 寿高盗人不禁点头 十一万下品灵石 不能再多了 陆璇砍下一大笔价格 那不可能 十一万灵石的话 那我还不如卖给其他修士 或者商会 又何必特意过来找陆道友你 寿高盗人脱口而出 坚决不接受陆璇的价格 两人拉扯一会 最终以十一万八千下品 灵石成交 司徒道友 这里是1180枚中品灵石 还请道友过目 陆璇灵力拖着一大堆 灵光盎然的中品灵石 送至寿高盗人面前 树木无物 多谢陆道友 司徒员欣然接过灵石 这个价格虽然比他最初开价低了许多 可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毕竟 这灵种虽为六品 但来历不明 放在其他地方 很难卖出这等价格 司徒道友不必客气 陆某该感激道友才是 毕竟灵石亦德 好种难寻 作为一名灵石师 能够寻到一枚罕见灵种 那就别无所求了 多花一些身外之物 也无所谓 陆璇得到这鬼流妖木灵种 心情大好 笑着将寿高盗人 送至洞府口 道友以后 若是还有罕见高阶灵种 或者灵兽幼兽 胚胎 以及灵植相关宝物 都可以送到在下洞府这里来 陆某愿意高价收购 保证不会让道友你失望 临走前 他又特意强调一句 好说好说 频道谨记在心 陆道友 后会有期 寿高盗人拱手说道 随即道跑鼓荡 一道清风 拖着他飞速远顿 陆璇目送 他身影完全消失 这才满意回到洞府里 随后 进入阴间灵田 迫不及待地 将那树柔状的 邪异灵种种下 并取出些许 妖兽血肉滋养灵种 没想到这么轻易 就获得一枚六品 邪异灵植 他不禁感慨 至于花掉的 一千出头的中品灵食 对于目前的他而言 完全不算什么 杂货铺里 多卖些丹药 宝物就赚回来了 他心情愉悦 从阴间灵田里走出 一阵清光扫过全身 将身上沾染的阴气 血腥气息等清除干净 进入最核心灵田中 这块灵田里 种植的最低都为六品灵植 其中更有七品蚁木青雷藤 与七品八重宫这样的 珍稀品种 六品灵种也有几种 陆璇细细细探查着灵植状态 确保它们得到最全面 充分 细致的滋养培育 嗯 这八重宫开始发芽了 他望着琳瑶里一根小幼苗 惊喜说道